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找对文体来写作的 我们曾经讲过吗 我们选文体写作 文体也要选择人的 如果能够发挥得更好的话 必须跟他的性情相接近 才能够相得一张发挥的淋漓尽致 李白要他写律师 他写不好 唐诗三百首不是没有收入李白的律师 起码在绝句里面 在五言律师里面 他的宋友人 七言律师里面 凤凰台的时候也写得不错 对不对 但是比起杜甫李商隐就不如了 因为他的个性 无法用律师充分表现 律师的美感是平衡对称 要规矩 才要律师守法度 李白的个性天马行空 风流倜傥浪漫 无法安放在这样的一种框架之中 因此对他来说写绝句最好 绝句是最见才华的 我觉得我以后很想看个课程 谈唐人绝句 那绝句四句不多 那么起程转和 他最见什么呢 不是看你的功力 你只要用力用学问来写结句 绝对写不好 他是一挥而就 最见功力的一种问题 最见才华的问题 李白就很适合了 因为他不需要什么准备的 喝个酒 一个酒挥洒出来 李白写结句有点漫不经心 确实非常厉害 怎么说呢 你看他写到 证汪伦 李白成舟章御行 呼闻安善踏歌声 两句翻译白话 你觉得真的是平淡无奇 李白我真的坐船走了 突然听到有人走牵着手 踏歌送我而去 对不对 你们在写Facebook 在照片上提几句话 都比他有诗意 没有什么的 他看得出他漫不经心 可是李白厉害的是 写了两句 喝个酒 然后他笑一笑 一挥而就 桃花坛水升千尺 突然间你不知道他写什么 奇怪 护文碳上 桃花坛水 写个井给我们看 升千尺干我什么事情 结果一个晚和 只有结尾中 不急忘轮送我情 你看 一收起来 那个井是有意思的 那个比喻是很自然的达成的 对不对 可不可以忘记 他很会要考虑对象 他的对象是个汪伦 是个春夫 没读多少诗的 他能够说什么 不能是孟浩然 或者其他的诗人的写法 对不对 其他诗人可以用很诗意的手法 对不对 你说孟浩然 孟人细持黄鹤楼 燕花山岳下扬州 对不对 孤凡援隐 碧空尽 为一件长将天气流 哇 那个景色 比如说比喻情 他都很能够配合 那个身份的写作 只有虚人才能了解 他真正的一种 一种意象 象征着传达的意思 但对一个普通的文 老百姓呢 他不需要这样 看似漫不经心 却是很周到 很诚恳 但是用的手法 非常的俐落 桃花潭水 升千尺 给你看看的风景 多声多声 最后呢 结果是一个比喻的方式 不及忘人送我情 只要念出来 大概忘人就知道他的意思 而且很周到 为什么呢 这首诗你说 忘人说周到这首诗 如果李白没署名清楚 李白忘人的名字提上去的话 但以后忘人跟朋友说 那是李白送我的 有何凭证 李白轻轻说说 是李白成就这样就行 是我啊 没有错 而且是不及忘人送我情 我的读者就是忘人 是他 你们不要不相信他 这很微妙的 我常常讲 绝对是唐人的一种 很见才华的一种展现方式 是最能呈现唐室风华的一种代表作 我可以这样说 在唐人的作家来说 如果绝句写不好 无法晋升第一人 第一流诗人之列 它是一个基本的入传 入传券 绝句就是最像唐人的一种风情 气象的 财性的一个文体 所以你可以见检验的 绝句写不好 无法竞争第一流诗人之列 因此你就看到了 韩裕的绝句写 就是好不好 不好 对不对 那唐圣坛里面最好是 王维 王昌龄 李白杜甫 对不对 王之焕 中坛以后 刘宇时白志 晚谈的杜末 李商隐等等 这些就有资格 来竞争第一流诗人之列了 但是呢 第一流诗人不能只看这个 你要看 有没有不一样的财性 有没有更多的 不一样的文体的表现 在这里面呢 有检验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验证的基础 所以文体是有意思的 当李白写起绝句来 德心应手 而且不费摧毁之力 容易就法到完成 而且使得特别好 所以唐人里面呢 绝句写得最好的就是李白 所以他也可以说 我不是偏见 李白也可以说是唐代的 第一流诗人 最好的诗人 因为他能够掌握到文体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特性 杜甫很费力气 他的绝句 有一种变体绝句 有谈议论 他就新题材 他的地位是因为他 有不一样的写的方式 而且影响到后来宋代 但是就唐人来讲 唐绝句 大家最推崇的就是 李白跟王昌龄 王昌龙很可惜就是 绝句写得好 他有资格来竞逐敌流事业了 但是绝句之外 他的其他的文体没写得那么好 因此相形就逊色一些 王维的绝句 尤其五言绝句特别好 所以他的表现就不一样了 那婉唐最好的诗人是李商隐 他绝句写得非常好的 那这个是一个验证的基础 我们始终就看到了 文体是有意思的 不同的财性 有不同的表达 那回到词来讲 在词情的世界里面 谁能够掌握这种文体呢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 我们会选到 在婉约 词基本上有分婉约与豪放 但是在词的这种特性来讲 毕竟豪放都是变革 不是正规的作品 因此我们很难从 这种豪放里面选出 很合磁体的作家 他毕竟已经是有改变 对不对 是一种另外的才华的表现 那所以也必须从婉约的时间里面 去选择合复磁体的作家 在这里面 当然刘勇 艳书 欧阳秀 周邦彦 秦少游 或者艳基道 都会入列的 但是这些比较起来 大家还是推崇了 艳基道跟秦少游 那我们就也从这两个作家里面 再进一步去看看 磁体的跟作家的一种关联性 为什么他们特别写得好 我们刚才说了 时间的对照是 呈现出来的一种 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方式 所以一个作家最重要就是 他对东西的执着 然后对时间的敏感度 一种对照感 实际非常的强烈 从李后祖来讲 他不成词人都很难 认为他上面的落差感太大了 从帝王变成俘虏 李勋赵也一样 自然会成为一个 很好 很出色的词人 因为是环境帮助了他 但有些词人不一定的 有这样的大起大落 他天生的多愁善感 对时间的美好 还是带一种比较负面情绪的一种掌握 因此不需要那么大的聚变 他就能够体会 更不用说了 如果他加上了生命的这样的转折 跟加深他这样的体会 所以他的词就更能够写出 这种对照性的美感出来 那秦少游跟燕契造在这个层面上 就有他们的一个基本特色 我们先介绍一个词人 就是燕契道 那个时代先后来说 先有燕契道 再有秦少游 我们先从来看 在十五页里面 当然也引出了 大家谈了 比较这两个作家 前面一段我们看过了 那有个冯许的宋恩论词 也曾经说过 他人之词 那他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有些词人是靠才华 才性来表现的 像苏东坡 心诈学 他们能够很容易驾驭问题 有两个礼拜的填词 都可以写得好 因为他们就能够兼容并蓄 发挥了很多的才性 但是有些人他就比较起来 像秦少游跟燕契造 尤其秦少游 他认为是 磁心也 就是说他们的心性 他们的心跟磁体是一体的 心体合一的 他天生就是一个 充满了女性情怀的 生命的一种哀善的一种感受 所以只要他出口甜词 自然就成为偏 那后面会谈到 当秦少游用诗来表达的时候 从他的老师朋友 一直到袁浩问都认为他的诗 太多资粉味 说他的诗是女儿诗 诗就是重大的诗 重来一种男性的才情 男性的思辨的方式 但秦少游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偏是词情的 所以写起诗来就无法掌握诗的那一种特色 但对他来说 词就是他的最好表达的一种文体 当然这里没有说 那燕姬道 实际上也有可以相听并论之处 也有一种词心的角度看他的 他们的内在情怀跟文体的那种特性 是非常配合的 那有两个的差别 等一下可以就比较 郑谦先生的一个最重要诗 因为燕姬道的变化在哪里 他本来是在一个相对是富裕的家庭 然后最后是家道中落 所以他的词往往都设计在 金不如席 所以家道中落之后对往事的追忆 所以他的词就多了一种高堂画竹 走然人善的空虚 比如刚才我们看那一首 当年的那种歌舞生活 现在已经金不如席了 这是一种生命的落差感 所以他很容易掌握出来 其实秦少游就另外的生命形态了 他因为曾经被贬官 然后过去的美好生活就不负债了 因此多了一种流落江湖的 登山淋水的悲感 那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在这两点上 会只是比较这两个作家 也许会有更深刻的体验 我们先看燕小山的词 我的标题是 山崗中间豪迈 七清中有温暖 这种风格不是单一的 比如我们刚才看了 燕汽道的那个燕汽道的词 是孤天 表面是非常的风华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灰丽 但是那种美丽的景色 都充满一种七清的情雕 都是透过回忆写出来 隔着一层的 不是当下的一种欢乐 他无法写出 李后祖前期的词的 沉醉在欢乐之中 根本不知道人间的 是非好坏得事 非常的淋漓尽致的表达 但到燕汽道就不是了 他写的 以后回过神来 回忆的当下 当然就隔了一个时空距离了 所以那个美感 老实说你怎么写 你最后发现 你还是走不回去的 所以在美丽之中 带着一种哀愁 其实他动人的地方 已在这个地方 首先介绍的是 燕汽道这个人 为什么他的词 能够写得那么好 跟他的出生性情是有关的 他的父亲叫燕淑 晚年所得的小孩 家里面当然备受宠哀 但他的悲哀也在这里面了 因为他有个太出色的父亲 燕书在文学史上 大家读到 因为他也是一个词人 诗名不显著 但他的词写得很好 开创北松了一个词峰 跟欧阳收是并称的 是燕欧词 但燕书更重要 不是在这词的 就是他的一种 在为人处事 他的正式的一个表现方面 苏东坡22岁考上进士 算是一般的年龄 很多人大概都是20出头考上进士 其实大家万万没想到的 苏东坡22岁 已经算是很年轻考上进士 你想想他的弟弟 少他三岁 对不对 19岁考上进士 真的很厉害 很不同 那这个是正常的 欧阳是26岁时候 又考上进士 也是很正常 大概也是你们的年龄 大学毕业 研究所的年龄 考进士 就是这样的年岁 刘勇也考上进士 是很可怜 他之前考 就考不上了 但是说法是 当今皇上 任中皇都不喜欢他了 你要做一个不一倾向 对不对 前真低着就好了 他就开始风流浪漫去 但是毕竟刘勇还是不能够靠歌舞生活来维生的 他中晚了以后 还是想能够求得一官半职 他大概是五十岁得进士 但没什么光彩可言 因为宋代的国家规定 五十岁是加分处理的 所以刘勇的名声很难跟这些燕鸥 苏东坡上帝兵论 他们都是朝廷的栋梁 为其宰相明臣 大儒之列 刘勇唯一不足道 但这些都没办法 算了 不跟刘勇比吧 其他都二十多岁 对不对 但是燕鸡道的父亲可不简单 十四五岁考上进士 从七岁开始都被视为神童 皇帝亲自请他对朝廷里面去考试 当下就考过进士之地 这种人你怎么比得上 十四五岁 他是一个真的是天才儿童 没有几个人有这种财分 葛伯说后来燕苏的作为了 他很好交朋友奖励后进 他的门生包括范仲淹 欧阳秀 王安石 你想想看他的名望有多高 好 这样的神童 这样的政治的一位巨星 国家的宰相 晚年得到儿子 燕鸡道 燕鸡道在这种环境长大 当然就是比别人更加的有利的 有见了父亲 见了辟印 但是对于燕鸡道来说 他当然慢慢成长之后 他才华也很好的 但是他要靠父亲见了辟印 来得到职位吗 他不愿意 因此他的决定不考进士 不做官 是他的悲哑 因为他觉得他怎么考试 人都小孩都想胜过他的父亲的 除非你十三岁考生进士 打破爸爸的记录对不对 但你做不来啊 十五岁的时候哎呀 你还是不与你爸爸的 他才闹脾气 我就不考试好不好 所以第一个拒绝联考不是建中的学生 这是一个就是燕鸡道 另外一个拒绝联考就是秦少游 等一下也会讲到 这有这种很辛酸的一面的 为什么他们天生子人 这种个性在那边也害了他们 因为他只是不结交他父亲的朋友 本来好了不考试 也还有另外的方式对不对 特别人家的帮助 有辟印还会做的 求得一官半职 但是偏偏这位贵家公子 就是不要跟爸爸的人 熟悉的朋友来往 他的年代是跟苏东坡也差不多 可是我们看到苏东坡交友广阔 从没在文字里面见过他跟燕鸡道友来往 他连欧阳寿他们都不结交 他只跟他自己几个好朋友 那朋友都是喜欢歌舞之事 所以他留恋在此中 后来家道中落 他跟朋友帮助度过晚年 他的词就写出这种对往事的罪意 其实这样的词人 你可以说是天生的词人 充满一种悲感的 他的个性 他的一种生涯 都促成他词的那种对时间哀叹的悲伤 他就很深刻的一种体验 就是应激到的一种生命状态 当然嘎叹上因为他留恋在这些环境当中 他也天生的才华也不错 也懂音乐 所以掌握词情就非常的顺手 他的词咎是音声很好听 意上很漂亮 很协调 能够掌握的歌词的特殊的美感 所以他的词咎非常能够动人 那下面我们会介绍这位作家 在这种最华丽之外 有一种寂寞凄凉的内心 你说他快乐吗 一个跟父亲唱反调 压抑的情绪 无法伸张他自由 自己个性的时候 他的表现绝对不是纯然的天然的快乐 他也有一种不为人知的悲哀 我们在台湾在很好环境长大的小孩 何尝没有这种心情 对不对 你很想有所作为 他很怕失败 最后他宁愿放弃 但放弃不是一种很傻脱的一种表现 这些压抑着自己的某种财心而已 到晚年中晚年会发生作用的 所以他的词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写出来 自然就能够掌握到词的一种质心特质 那下面我带大家看一首词 我们后面用作品里面看看这个人的作品 如何呈现出这种特质 第一首是十八页的一首《凌江线》 如果要选几首演技到词的代表作的话 除了刚才这个《净江线》 那往往都会选出这首《凌江线》 尤其《凌江线》更是常常被选入的 比《净江线》更有名 因为他蛮能够把那种惊喜对焦的感觉写出来 而且写起来是微微道来十分的动人 怎么写 他说幕后楼台告诉我 走醒莲木低垂 去年春恨却来时 落花人独立 惟雨燕霜飞 记得小平初见 两重心字罗伊 琵琶悬上说相思 当时明月在 曾叫彩云归 你看他的词 不如苏东坡有很多典故都没有 平平淡淡 淡雨皆有味 淡雨皆有至 这种慈情慈心的一种表现方式 他不能抓住这些意象的 非常的一个平淡的自然又动人 好了 他写出这里刘柯社长都是他作者的 夫子之道他真正的生命感受 他已经不是纯然为歌旅写作的作品了 有一种抒情式的味道 我们这样说了 在表面上 燕书有点反他的父亲 也许对父权的一种对抗的心理 故意躲开他父亲走的路 但是你欲饮欲据还饮 很难说清楚的 你真的能够切断跟父亲的关系吗 如果你仔细读下去 你发现第一 燕姬道的一种诗词的写作环境 跟他父亲是没什么两样 他们都是同样的 在家里面有养一些歌旅乐师来弹唱 因此他们所用的词牌也很类似 因此他们唱的歌也有点累同 另外如果你仔细读下去 你发现燕姬道的有蛮多的词句 出自他父亲的词 你可以说在表面上 在行为上他违背他的父亲 跟他父亲走不同的路 但内心的情愫上面 他还是跟父亲有一种 藕断思念割不断的东西 那长得很微妙 很值得我们去深究的 不过这个我们课程无法就这个论述 就是父子之间的一个对待关系 是一个很好的心理课题 阿玛迪斯莫扎他跟他父亲的关系 很多人会研究的 为什么他的子里面 出了很多类似的异象 有些是完全相同的 有些是变相出来的 比如说这里一句词 若花人独立 唯予焰双飞 你知道以后我们读到焰书的一句词 惋兮杀 无可奈何 花落去 自能像是焰归来 跟这个意境不是很类似吗 很多很多 你把它两家词的对照起来 你发现实际上的情愫的内在里面 也还是有一种各不断地勤奋在的 这就是父子的一种更不为人知的部分 他说 梦后楼台高所走醒 年目低垂 两句话构成一个整体 我们说这两句话是共同并现的 都使得喝醉酒醒来梦之后所看到的情形 他分开两句来写 实际上两句是同时写出一件事情 一个是 梦后楼台高所 好了 梦无法逃进去了 水不安稳了 还醒过来 他躲在梦中里面就面对眼前一气 但还是会醒来之时 结果看到什么 楼台高所 在高高的楼台里面 伸索在其中 你出不去 无法完全自由的 你被封闭在一个内在世界 实际上楼台高所也可以说是心锁住的 是个象征的守法 自己自闭起来的 无法打开自己的心窗 心门 所以感觉到一切好声都封闭住的 刚好是夜深人静 门也锁起来 心也关起来 梦后楼台高所 而走醒 这个梦我们会发现 词当然只能写当下的诗情 但是我们阅读一首诗的时候 也必须要推想之前发生的种种的 这个梦是怎么来 为什么随不安稳 它是借酒交愁过后 然后睡觉 然后再醒来 所以先是喝酒这个事情有发生过 但为什么喝酒 做者没说 我们必须一起推论下去 所以这首诗是采取什么方式 眼前开始 梦后楼台高所走醒 然后把现在的 为什么会做梦 梦到这个想梦到什么 那为什么会喝酒 这个事情才把它再推进 对于倒数过来 原来推到白天发生的事情 再推到以前的事情去 这是采取一种逆推的手法 把我们带到他的回忆当中 但眼前却是梦后走醒的状况 但是因果之前已经定下来了 走醒 莲木低垂 莲木也关起来 你看 层层蜜蜜蜜的 比如说 情愿生生生之许 不许只有归宗的怨妇 男生也一样 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一切都封闭住 我们可以说 在词里面塑造的一种生命意境 跟外在相应的 如果一个诗人写的时候 他不会用这样的意象的 通常一个诗人写什么 当然 独立参满 情不过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但词的情里面 往往都是因为情伤 哀痛 生命的萎缩 所以身体是疲弱的 有依靠一个东西 所以看到的外在的形貌 都是锁住 压住 低垂 下降 都是这样的性意态的 所以看一个人 其实是词情的心情 看你的坐姿知道了 对不对 你老是趴在那边的话 大概是词人心情 一直沉下去 萎缩起来 对不对 好像躲在一个子宫里面 舒散不出来的感觉 绝对是一个词人的心情 那是一种 我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词里面会碰到很多低 倚靠 下 垂 这样的动词 这样的形容词的 就写出一种无所欲办 我们刚才说了 无聊赖 没有依赖 就想靠一个东西 靠着楼台 靠着枕头 椅的窗户 都是词人所上显出来 从身体里面反映出他的内在不安稳的状态 连目低垂 高所都反映这个状态 那为什么喝酒呢 我们也不知道 但做解呢 道师给我们看 今天为什么要喝酒 想借酒交求 咱躲在梦中 只有梦醒了 还是无法安稳 原来是有原因的 好 关键在哪里 他说谁 因为去年春恨却来时 原来是以前的 那去年不一定是last year 可能是过去的 好多年来的 那种春天的恨意却又回到眼前来的 你看一步一步对了 原来有一份春恨在 什么春恨呢 因为是爱上花朵凋零 美好东西消失吗 也未必是外在的因素 可能是内在的 所以所谓的春景的描写 最后关心的都是一份春心春情 就是对美好东西消失的感伤 恨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的 不是吗 做解把那个春恨再制定清楚了 是什么事情 为什么感到去年春恨课来时呢 春恨是空泛的 是一个概念而已 但是后面两句很具体告诉你 为什么叫春恨 就是这样两句 落花 人独立 惟雨 燕霜飞 落花 看到美好的东西 在你眼前物质凋零 凋落了 但人几人呢 一个人孤孤单单在旁边 却又无人为力 你独立不是说你完全不相关 但是无法去关注 无法去留住 任由那种花在你眼前凋落 美好东西你抓不住了 人而走了 理想破灭了 你都留不下来 他使用一个同时变现给你看看 你看到人生的无奈 而且在这个同时呢 也看到什么 惟雨 我们说的这些心情不是只有内在的 外界也相应的 也下起雨来的 好像爱到花头的凋零一样 天地都被爱了 惟雨的时候呢 燕霜飞 一双燕子飞来的 是人像是燕归来 燕子不飞来则已啊 飞来的时候呢 成双成对 更感觉到自己的孤单凌落 因此这个春嫩 有关注点呢 是跟人有关的 原来是一对的 但现在是孤单的 恨不是因为花的凋零下雨 而是因为呢 他观合了一份曾经有过的一种爱情 燕霜飞 所以下面呢 好 就想到自己曾经人也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 双飞双气双素 但现在呢 人独立 为什么呢 因为时空的变化 春嫩就有内容了 很具体的 好 春嫩不是因为眼前的花朵 是跟燕霜飞有关 燕霜飞也跟自己的人有关 最后就回忆到以前 已经很具体的事况当中了 所以就走下面的 人生最害怕的是谁要你相逢 如果不相逢的话 就什么故事都不发生 周邦银有一句子也说过嘛 人生的苦劳在哪里 只为当时一闪留情 一闪就是一刻之间留下情意 情不发生 不碰到他 就没有后来的故事 没有这个故事就不会因离别而感伤 但是人生也很无奈 你就偏偏碰到 今生偏有遇上他 对不对 整进的春流 秋流 这个春来 这个秋流到那个 春来到夏 夏来到春流变化了 他说了 好 记得小平初见 就回到了 好 以前的一件事情 跟那个小平一个女孩子见面 那你知道也不会言过去的词里面 都是空翻几个女生 反正没名为姓的 但对他来说是有真实的故事 小平其他朋友家中的四个歌迹的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他清清楚楚呼唤他的名字 可见真正跟他相遇过也记得很清楚 有这份情谊在 跟他第一次见面 见面的时候 两重新字罗衣 一看到衣服里面 贴缝着 或者有一重两重新的一个图案 但也反映出所谓心心相应的意思 他穿着衣服 好像传得出他的情怀一样 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的一种愈合的经验 而不止这样 还记得什么呢 琵琶悬上说相似 他几个歌旅透过琵琶的乐声 传达出他的相思情谊 声声入耳 历历在暮 现在想起来都是在眼前的一般 但这个都是过去往年的一个事情 这个春天不是对花的凋零 原来是跟人情有关的 这份春心春情的所关注的事情 就是那个女孩子的见面 好 但是当时明月在 今天睡不着了 看起来月光也一样了 同样的月光 不变的月光 对照出什么呢 当时月光曾经 曾照彩云归 照着女孩子 如彩云一般的舞衣回去 当然 如彩云 其中女孩子 如云的舞衣 多么的漂亮 何像没有一种风流云上的寓意呢 当时万万没想到的 女孩子 如彩云一般的舞衣归去之后 转眼人生的变化 就如同天上的云一样 一散灭就难以聚合了 唯一不变的就叫天上的明月 这就是很清楚把今时的对照写出来的 很有层次 春恨的内容 过去的追忆 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对这个女孩子的记忆 不纯然是因为喜欢的一个女孩子 而是一个女孩子代表当年曾经有过的青春理想的岁月 所以她的自己印度都回当这个了 所以她的生命来说 不是曾经考试跟朋友去面地道一番的工业 而是沉醉在这样的美好 因为躲避了一种外界的压力 沉醉在那种快乐之中的那种 以为是最美好的一种回忆 但这个东西连掌握都掌握不了 人生多虚妄 她的慈人的心情是因这个来的 没有生命的一个归宿点 没有奴隶班士大夫的有工业追求的一种目的 采取散抖的方式永远活在悔恨当中 绝对不是自由快乐的心情 她的一却一却都写了 都是相类似的情怀 那上个礼拜我们可以再看一两首 然后再对照情少友 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异同 也是归纳出来 在两个作家如何总和起来 呈现出词的这种因由之美的特性 那么我们整个课程还是围绕着颂词之美 然后试图从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方向去了解词之为体的特性 那我们先看到是文体的内外关系 里面的情感跟外面的形式的关联性 但这个会透过之前读过的作品 大家有一些了解 尤其把词方在诗或者跟曲的对照之下 会更明显 同样是写上类似的题材 但是情感的表达会有些不同 但事实上因为情感的表达不同 回过头来看 事实上情感的一种质感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过去我们谈中国文学有所谓的抒情传统 这里面有几个概念要弄清楚的 比如说所谓抒情 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词汇 对不对 但情之为物就不知道怎么说起了 大家不凡有兴趣的话 里面有兴趣不凡会去一去 做做一些游戏 把情这个字相关的词语做一些组合变化 然后再以辨析 比如说你把情字放在头 就是情感 情绪 情思 情怀 对不对 情商 到过来的 深情 无情 友情 浅情 对不对 或者悲情 伤情 你再仔细分辨一下他们的差别性 那我们读文学作品最后你必须要不时笼统说 这个是快乐 这个是哀愁 两个概念对比就了解文学的真正的情意 如同我们听人讲话 观察一个人 他所抒发的情感 也不时能够用一个概念 一个名词就能够乖家 乖家殆尽的 所以为什么后来李清朝写到《生生曼》的时候 他讲了好久之后 他就最后问你了 整一个仇字了得 意思说难道能够用你们平常所谓的仇字 就能够把我所体会的那种内容 充分地掌握吗 这个仇字的概念能够概括带尽吗 对不对 那李后主不是也说吗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你不要说这个是李仇 我也知道是李仇 但我的李仇跟你不一样 它是别是一般 别是一般 就是不同的 只能点滴在心头 所以你说它是仇 的确是 但是我的仇跟你的仇不一样 当你意识到这样 这样的话 你就真的无言以对 所以你难道《生贤患》回过头来 还是无言独上西楼 这是个循环曲 你意识到时候你真的无言的 你人人都知道什么的仇 你知道真的的内容呢 你不是说他很爱仇 就这样毛骨的都带过 就不多关心了 你关心 事实上如果人活在这个情绪里面 你想关心他都没用 因为他已经自闭起来 他不认为你了解他 那是词人有些时候 把情感推到自身的地方 难以疏解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谈词就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弄清楚 好 抒情传统那个情就很复杂了 所以有些在论辩呢 以后我们会讲到苏东坡的词的问题 说有人批评说词不及情 就是他的词 跟我们读到刘勇的情少女不一样的 好像他不大表达出很深刻的情怀出来 可是我们读苏东坡的水雕歌头 但愿人长久或者十年生死年满满 不是很深情 你只能说东坡无情吗 我们只能说 他不写你们那种儿女情怀而已 你不能说到无情 情有很多的表达方式 有些人表面冷漠 并不代表到无情 不是只有一个样式的 噢 大家咬起喇喊高呼 你就认为这个情感是最直接 最生动最真诚的 不一定的 人有很多种 情感的表达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好 情的概念已经那么复杂了 你说我们中国诗歌里面有那么多体制 从四言 五言 杂言 一直下来词曲到现代诗 如果你能够都通个体的时候 你一定要了解到 你有什么样的情感 要找什么样的文体来表达 必须要把它弄清楚 不能模糊其词的 四言所传达的跟五言会不同 五言跟杂言也就不同 有没有格律的跟自由的尸体 都不一样 这是文体的不同的一种特性 当然在同样里面呢 长短不易 压哪些运又会有些差别 所以情感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书型传统 那个情节要先要很仔细去体会 分辨清楚 再来好 书如何书写的问题 是表达的问题 是形式结构的问题 那那个书就有些另外的麻烦了 怎么表达 所以有些文学家找了好多问题来表达 好像都没办法很切合他内在的情怀 做很好的一种表现的 因此那些是不得体啊 或者那种不激情也会有这样的表现的 那个书本来就是一个很难面对的问题 如果我们讲文学的书情心 必须要了解到内容跟形式的 良解的真正的关系 如果我们说中国有书情传统 好 书情传统 传统怎么样的延续 也有些另外一个大问题了 我们有没有受到西方的刺激 宗教的影响 情感的体会 会加深或者变淡 比如说道家的思想 佛家的思想 现在的各种的宗教思想 会不会使我们中国人的情感的内容 以及表达的方式又有一些变化呢 那传统是怎么样掌握的 这些都是问题 再来中国 汉语的中国吗 还是包括其他的蒙汉的 蒙族的 或者和其他的 其他民族的一些文字呢 那就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谈一个东西的时候 现在概念是很复杂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够多出西论了 但我们回到这个课题来讲 好 我们就一步一步 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实集讲 从不同的角度里面 去了解到词情的某种特质 我刚开始其实笼统引了王国一段话 什么药柔仪秀等等 这个是一个基准 药柔仪秀就是说 它代表这种比较女性化 比较阴游的 含蓄的表现方式 很收持很美的一种表达方式 但是王国一也没有很仔细去论述 好了 那个情势怎么这个东西呢 他也没有说 那我们就把它推论过来 这个如果以一个女孩子的心性 来看待我们的人间情势的话 也许她比较在乎 第一 她自己的永远面貌 她的脸穗 再来 当然跟时间的一个消逝变化就有关了 当然任何文学都会像时间变化 但词所体会出来的变化跟诗有什么不同 如果诗是比较男性的 那词比较女性 那女性对词情的或者时间的一个流变 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一个感受 但我们也不要忘掉 它是用音乐来表达的 它本来不是为了给我们阅读的文词 它是一个乐曲 那这里就了解到 这个文词就不能从诗的角度 它有起承转合的一个上法结构而已 还有音乐的参与 而且音乐是推动词情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音乐怎么表达意义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以后我们就一定会牵扯到的 当然现在也许音乐我们也没办法恢复了 但是它本来一般音乐的一个属性 就会左右指导 或者去规范它的词情的表达 跟诗的一种跳跃 时空跳跃的一种翻叠的翻腾的方式 应该会有不同 音乐有知道 音乐传情有这样的 微微道来 一个音符带一个音符 那么推升了某种感觉 这个和谐统一的一个音色音调之中 传达出某种很深违的情谊 接下来我们先掌握到一个基点就好了 后来你看词的表达 就有一个可以认知的一个脉络依据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前面看跟他叹起去 发现词 但是有些同学问词怎么写 很多人如果写过古典诗 很多时候填词就不难 不容易 为什么 你用了诗的手法 如果你写东坡那种以诗为词方式 就没关系 但有掌握词情的话 你就要把这些放掉 我想词着就用春藏土词一样的 一句一句 由外而内 由远到近 从紧到近 慢慢 必使我们去进入更内在的情怀 所以词的分段也不难了解的 它不是平衡对称的两个段落 它一定有个层次的 如何从外在带到里面去 用音乐先从一个前奏 一个过门 最后逼出一个主题出来 然后最后就有收尾的 一种音色的回荡 情依里产这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所以词很多时候 它很重要的景句都放在结尾的地方 让你一唱三叹 有种音乐一样尤其是长调 唱完之后可能就忘掉前面文字了 没关系最后再几句会点题的 整一个仇字了的 好了 这个仇跟仇有关就考了 前面讲什么没关系 反正差不多了 应景伤情嘛对不对 词经都差不多了 那这个我们就会掌握到 大概词的一个表达方式 你猜猜我们现在呢 大家都喜欢的词的很漂亮 或者很好的句子 很有意境的句子 往往都在结尾的地方 尤其苏东坡 李清照 他们都很会用这个方式的 因为掌握到词的这种特性 莫道不销魂 年轻人西风 人比黄化手 对不对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产圈 不就都在结尾嘛 这就是因为他最后就逼出 这样的直接的很深刻的情意的 那种词汇出来 立刻给你一种感受 那上面我们也介绍过了好 在这些词家的一个表现上面呢 我们就从过去的评论中 选出两个作家 一个就是燕姬道 燕小山 一个是秦官 秦少游 两个人的生平 个性 财情 好像跟词的这种特质 蛮蛮配合的 如果词是一种以时间作为 表达的一个主轴的话 一种今时对照的感觉 越深的人呢 最能够掌握词情 那叫燕姬道来讲 他家道中弱 然后生活的转折 有个很大幅度的变化 而且他也忘不了过去的 美好生活的种种的话 那词的一种掌握对照的美感呢 他就充分能掌握 我们前面有举过一首 林江仙看看 他怎么样去传达出这份申请 那里面当然 不管他不是一种一般的抒情师 他还是要交给歌女来传唱的 因此他的题材也不能够太过个人化 他一定有一种 大家普遍能感受到的 接近的一种生活经验 所以往往就设计起 一种人与人之间 男与女之间的对爱情的单力 一些人之常情 用的文词呢 也不能太多典故 太修饰的过分 应该用最明白 意懂的语言传达出来 我们要了解 这首词一写下出来 他不是交给你们 但是去欣赏评论 哦 好不好的 他同时是交给歌女去唱 如果我们假设 我们扮演一个角色就是 你不只是文本的阅读者 你还是一个聆听者的时候 当那个音声响起 你如何会去了解他的词意 然后体会他的深情呢 那作者也有义务也有方式 让听众纵然没看到这个文本 在文词的去述里面呢 从各种的意象 景色的一个铺陈过程中 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境当中 所以我常讲的是说呢 现在我们的歌词创作 可以采取很多的方式 用很多的媒介来传情 你歌词直接负责的 把意识表达得好了 对不对 他后面会配一个MV 一种动画 一些演出 来把这个诗情呢 做一个宣泄 更立体的感受 所以我们现在 对这首歌的一种欣赏啊 有些时候 不纯然是音声的 有时候我们透过 YouTube里面看画面 一起吸收的 已经不那么纯粹了 它是同时并进的 那这种歌词如果雜色 在当时啊 如果我们是作为第一个 被邀请去听的人的话 你完全没文本 后面你没有画面的时候 你如何进入这个情感世界 所以你发现呢 古典诗是塑造一个什么呢 很多以景言情的方式 它得一步一步呢 塑造这个景啊 把我们呢 带到其中去 让我们有点身利其境的感觉 所以我从某个角度来讲啊 这词也许啊 是写过去的某些片段的回忆 但是在演唱当下 当你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 仿佛就在眼前 已经不是从啊 我们逻辑的实态方面去认知 它是过去和现在 只有人沉醉在过去的氛围当中 这个事情就是正在发生着 如同你现在听到歌声 那个歌里 正在把他的情怀告诉你一样 它就在你目前的 所以这里面就很混淆 一种古今的 那个过去现在的观念 但是诗人 就是故意要举走一种呢 分不清的感觉 在梦中如在现实一样 今与时啊已经相混分不清了 其实我们的生命世界 内在的时间观 本来的不是那么表面上那么逻辑性 那么现在过去未来的方式 我们同时并存在很多的时空点上的 那词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传达出一种啊 四周又过去又是现在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读词的时候 有一种情境阅读的手法 你必须要让自己呢 在每个字句里面呢 赤字里的感官 仿佛你看到作者所看到 听到所所听到的一种情境 那你只能够啊 将心比心 融入在作者的情意世界 它传达的情感就是透过这种方式 跟音乐的一个书型一样 我另外一个概念跟大家谈到了 过去提到我们中国诗啊 所谓诗中有话 我们说哦对王维的诗 或者提到一些山水诗 诗中有话 我们比较从一种带有禅意的 一种诗画里面去论述 这个也没错 但不要忘掉了 中国的画本来有很多种嘛 除了水墨的山水之外 也有一种叫金碧山水 画得很精细的一些花鸟画 那如果一个作者 他采取方式 不是带一种禅意的 让你呢到一个更高原的意境去 真的如是要离 好像观神一幅画一样的写着呢 那难道这种不是也是诗中有画吗 这是另外一种画 这是我们也许你不喜欢 我们边秉出我们的喜好 你看到中国诗歌里面 事实上很多诗都是可以看到 诗中有画的这样的概念 但是看诗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呢 他的画的呈现也不是一幅一幅的景色 是平面的 因为它是跟着音乐来流动 因此他的画就有一个时间变化的一个历程 它就是一个动画电影的一个运作方式 这种以后我们要注意到的 他怎么会铺牌这个景 不是随意的 我给你看一个风景 然后斜附一个画面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 看一个平面的一个图案而已 事实上 它里面一定有个时间 跟它贯穿起来 因为音乐是一种时间推进的方式 因此每一个画面 每一个画面之间呢 就有关联性 而且这个关联性是跟情感有关的 所以情感的一种 情绪的高低起伏 喜乐哀乐不同情怀的一种投射 景色也因心情会有不同的展现方式 光影明暗会有变化 其实之前我们谈到所谓的景随情转的概念 这个是越到后期 尤其到秦少游以后 周邦彦呢 就大抵完成了 怎麽样用景随情转 情感是可以左右你对物态的一种感光的 用我们现在好 你像这些阳光普照 可以今天失恋了 整天以泪洗脸 你看到的那个阳光都是带雨色的 是灰蒙的 你跟我们平常看到都不一样 我想条件我那些朋友的 我问他一句呢 你应知道你看到的跟我是不一样的呢? 真的很微妙 为什么 我们以为我们看到都相同 事实上 如果从跟哲理上来分析的话 每个人所看到的东西都不会一样的 因为里面有牵涉到很多因素 你的角度 你现在你看到老师站在讲台上 你习惯这个角度看我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他的后面看我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有些种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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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们自己看自己更是麻烦了 我们只靠镜子的自己 你知道吗? 镜子中的自我形象都是不一样的 我从幼稚园开始意识到了 你看看镜子 你有蓝镜子 你那个镜中的自己 事实上都没 都可能会不同 镜面的大小 放置的空间 光影明暗 还有你的心情 都会左右 里面所投射到的影像 而且你的接受的感官 所以这个是很难讲的 所以我们说文学的传世 事实上多少会带主观 那是必然的 因为就是从你的眼睛去看 你的心情去感受的 不要要求做完全纯粹的客观 这个是题外话 我们以后还会碰出这个问题的 那下面呢我们还是要看看 再从别的词片里面去看看好 这些词人的词 如何跟他们的那种 内在情怀有必然的关联性 那下面呢我们还继续看了 燕姬道的作品 请大家放开十九页 我们再继续看了第二首的《这姑天》 当我刚才讲过了 了解词的属性 词的传情方式的话 最后你时刻有诗的概念 对不对 如果一首律诗 尤其《这姑天》这首八句的一首词 跟一个律诗的篇幅差不多 它只小一个字 因为中间有个破三个字的语 就是句子而已 但是真的在想法上是不同的 是很清楚嘛 例如你读杜甫的《灯高》 对不对 《灯高》那个起承转的变化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是时空的一个转法 但是一去词呢 它表达的不一样 它是环环相扣 因为我刚才说了 所谓音乐的一种抒情方式 它是透过每一个音符 音符之间就一个结合 但音符必须要是在同一个调性中 在音里面去组合 你不能随随便便 那几个音就砸在一起 不行了 有个规律的 对不对 Domiso Domiso 就好好听那很和谐了 突然之间呢 有一个半音 有一个高音 有一个A调 D调 C调 混合在一起呢 那就很乱掉了 对不对 但也有见到表达方式了 当然在词里面 基本上还是很和谐 那这种每一个音之间和谐的话 都在句子里面呢 每一个句子之间也是互相互印的 还叫做押韵的方式 其实整首词就完成一个整体的 你看我们看它怎么写 那最拍春上喜旧香 天将离恨脑疏狂 年年墨上深秋草 日日楼中到夕阳 云渺渺水茫茫 真人归路许多长 相思本是无凭雨 墨向花间肺泪行 下面就有一个指读 行不是行 肺泪行 一行一行的清泪 印记道的词啊 这上词 在音色方面呢 也蛮动听的 什么动听呢 首先呢 它不是平不止许 你尝尝看 看在这个词里面有一种 景写起来好像很平衡对称 但是景色也蛮蒼茫的扩大 就写着情的时候蛮执着 尤其后面那一段主要是抒情的 以景言情 有景道情 他采取的手法都一样 根据一般的歌词写法 没什么两样 那另外呢 这样的相思情调 如果有个女孩子写出来 也许就是平平淡淡 也不能太过激烈的情绪 但对燕姬道这样的词言来讲 就是真的有些很不甘心 有些执着的情怀 他的个性的一种坚定 是不容质疑的 因为从他的语言表达出来 比例比较强烈 用的字很简单 但你读起来 一个音声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那个是在小三辞中 很不可多得的 就是他的比例 非常的一种沉着而有劲 尤其最多 中间的一个对居 还有最后的一个结语 相似本是无凭语 莫相化现 废内涵 一种明知 却难以拒抗的一种无奈 你明知道这个东西不好 你偏偏还是要做 如何是好了 对不对 因为坐简自伏嘛 对不对 情理的交战 形成了一种跌宕的 一个很重要的底蕴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词 的内容先看下去 词因为用的字不多 所以每一句很精简 又深刻 所以为什么跟现在的不同 现在用很多的语言 来讲一大堆 结果呢 反正就是他很爱你 他很恨你 就好了 以前不会这样说的 很含蓄很委婉 你必须要了解到 在那个吞吐之间 有什么的情意在 过去的人呢 讲所谓的文章有文气 我们说文学有文气 那中意也讲 人呢内在有气 气有强弱高低快慢不同 因此每个人的气 内在的气 气运都不一样的 那怎么会知道他的气是什么呢 当他写为文章的时候 就有文气了 透过文章传达出来 你会感觉到他是生气 是高兴 是悲伤 因为气不会骗人的 我想讲 如果你是很敏感的一个 所谓中意有把脉的人 会观向的人的话 读这些歌词 大概会知道这个人的个性 用我们说一个台词来找谁演 你就知道 他能不能念出那个台词 你知道这个语气 符不符合他的内在 你读完念记道的词 你多读几遍 而且尤其要背出来 你会怎么能了解他的 不能抽上去了解的 往往你是怎么呢 把他独熟 把他背下来 常常成吟 然后好像呢 扮演他的角色 所以有些时候 读这些武士词读不同作家 好像扮演一个演员一样的 因为你要学他的音声 他的气流 你多跟他体会 慢慢的就知道 他在哪里 为什么做这些停顿 为什么这里用那么强烈的一个语句 传达出怎么样的情感 你就能够了解 这个风格 你就能掌握了 如果你读音乐 不是一样吗 当你弹音乐 莫扎特 贝多芬 如果你研究很久的时候 一个音声一想起 大概你会对这就是他的作品 不会骗人的 文字能不能这样 当然也会 他跟苏隆波 就不是这样的气流 对不对 这是文气 那种快慢高低会不同 所以当你读的时候 你觉得读音机道 读起来好费力 觉得无法掌握 掌握不了 或者不那么顺畅的话 是证明着这个作家的气 跟你不相容 我这样的举例 李白气胜 气大 当那写要抢进酒的时候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一起喝成 非常有力气 那个吞吐之间是 完全不费力的 都见出来 君不见高天明见 不见背白法 朝如今思木成雪 难怪啊 《红楼梦》里面 林大鱼说 他不那么喜欢唐诗了 你想想看 当《红楼梦》林大鱼 读到李白的 《嗆进酒》的时候 要他念一遍 他真的很累 那气跟不上 对不对 他就不会喜欢了 中间喜欢都觉得 好费力跟着他 对不对 当你喜欢一个作家 事实上你发现 最后呢 你读懂他的话语了 因为他跟你的气相通 很妙的一个东西 也很玄 好 我们就看他怎么写 他说 醉派春山喜旧香 他的语言很简单 但是里面呢 很曲折的 醉派春山 这个事情有最后才做的 平常就不敢了 平常呢 也办很矜持 不敢了 再把那个情感表达出来 但是喝了酒之后呢 就无法压抑个情绪 就做了这些动作了 就把自己的 以前呢 春天穿的衣裳 把它拿出来 乱在那边拍打着 这动作有点 很疯狂的 你拍这个衣服干嘛 醉派春山 后面告诉你原因呢 因为有喜旧香 喝醉酒了 拍打这个春山之后呢 因为那山上的余香 令人第一回往昔 令人很珍惜 以前呢 留在衣服处上面的香味 你觉得这个动作 真的有点不是那么寻常 对不对 可能那个衣服 是旧的衣衫 不是新的 常常穿着 应该有它的纪念价值 那以前曾经留过一个余香在里面 可能一个酒香 或者女孩子的香脂粉在里面 可经过欲酒之后 可能已经有些淡掉了 但是呢 就是很不愿意如此 希望能够呢 趁醉的时候呢 一起拍打叉 他希望能够啊 把那里面的香气把它派出来 能够珍惜枉欲的情怀 我们大概很不会这样做 但以前就是那么样的痴 那么样的执着 有醉派春山 这个是他的第一个动作 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很无赖的心情 把他拍打着 希望能够呢 把习欲的香味 能够好好去追惜他 那这里面呢 有个意象出来 我们之前没谈到过的 一个香这个意象 习旧香 曾经有过的那种余香 那个香是人体的 香脂粉呢 还是花香还是酒香 都没有说 但是这个是串年跟过去 很重要的一个凭借 还留在衣服上面 他就把它拍打着 也许我们还不至于这样 有时候你曾经跟男朋友 女朋友送你的衣服 你把它拿下来 哎呀 也许已经没有什么了 但你还是希望能够闻到呢 哎 习欲他曾经有过 留在衣服上的一种味道吧 对不对 或者他的一种啊 针线缝合的一种啊 一种姿态 有有在其中 好 我们刚才讲到香之为物了 在诗词里面 当然很多写视觉听觉 那是很平常的 一首诗没有视觉听觉 很难完成一个诗的意象 但是受觉的香呢 并不那么普遍的 为什么呢 视觉会看很远 听觉也可以远一点 但香就不是那么回事 以前的香啊 往往是两种嘛 一种自然的花香 对不对 草香 稻米香 酒香 但是大概都不会传很远的 另外一种香 就是人为的一种香料 一种脂粉的香料啊 或者一种啊 燃烧的一种啊 一种香粉等等 香料等等 如果是这种人为的 人造的香料的话 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很密闭的环境呢 你闻不到很浓郁的味道的 中原的花香 最好就把它摆下来 有心香营秀 放着衣秀之间 你看它嗅过 那香味才有闻到 因此啊 香的意象 已经是表达什么呢 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的 很接近你的 你嗅觉它 闻到它的东西 而在中国事实来讲 尤其在词 从 殷勤师开始到词为止 而香啊 作为一个意象的话 往往是要 串合过去一段 情爱的 跟男女有关的 一种情爱 所以一般的 如果像 苏东坡也好 对不对 一些平摊的影译诗人也好 就很少写到这样的香味 除非它写的是大自然的 道香 米香 对不对 但如果都不是的话 那这种呢 要少写为妙 因为这个太浓艳了 跟男女有关的爱情 这个香 我们知道 这个喜酒香 不是因为以前喝酒 摊酒啊 然后留下的酒香 应该是个女孩子 留下的某种滋粉啊 等等的香味 这跟呢 爱情是有关联的 爱情已经不在了 人已经不在身边了 但是还有一个线索 最是往昔的 这一份美好岁月 只能借罪来 让自己沉醉在其中 对不对 这个香就这样来 以后你读到诗诗里面 有关键的话 也会注意这些异象的出现 尤其相之为物 跟后面已经带出了 一段男女的 一种情爱出来 果然后面谈到相思嘛 有关联的 他会贯穿的 后面说 好 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呢 如果还在身边 何必要洗酒香呢 要他呼唤过来 就可以跟他在一起的 因为呢 有一份离别 一个具咒 横杆在两边的 他说天将离恨 脑疏狂 所以老天故意做的 本来好好在一起的 每个人在我身边 他的香味就是在我身边 随便会闻到的 为什么我只能靠这个衣服 来追洗枉欲呢 因为他们有推出一个应由来 天将离恨 是看了天上的老天爷的偏偏要将了离仇别恨 去烦恼啊 像我这样的疏狂的一个诗人 天上离恨 脑疏狂 脑就是使他烦恼嘛 疏狂就是一个放荡 或者放荡不济啊 很风流浪漫的 很舒放的一个人 也许我当时就是不在乎了 对不对 到处留情 就没想到最后带来一份离恨 一人知道离开之后 才知道我忘不了他 老天爷就是跟我做对 把他怨游就怨几天来的 那我们讲这个词啊 我们今天读下来 那他应该是从一个男性的角度去书写的 如果女生大概不会那么样的 张狂一点 那么夸大一点 他们会比较力来顺受 威威道来 都是自己的错 什么之类的 但这个不是啊 一直骂起天来 天上离恨老疏狂 为什么要我离别 让我这个人烦恼不移呢 对不对 害我现在几人借酒来交仇 借酒来回忆往事 好 离恨出来 对不对 我们说一举一举有关联的 这个香味 为什么这个透过酒醉 才能重回过去 因为产生了离别的事情 好了 离恨怎么产生 当然是一个一个的 人与人的距离出来 好 下面呢 把音书就一个一个推陈出去 后面一个对句写得非常好的 很简单的对句 用字不难耶 可是呢 有很苍茫深刻的情意在其中的 他说 年年莫上生秋草 一句楼中道夕阳 有很多漂亮的句子 很平淡的句子 到以前你就看到李尚寅呢 他对句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春餐到始思方清 那句成灰类石干 一字一句都非常的纠缠 对不对 但这首呢 他居然呢 看到这 这位诗人的一种松心气度 他蛮能够使一种呢 秋天的一种苍茫的感觉出来 但你把天地拉得更大更遥阔 但人的孤独寂寞的身影呢 就越凸显了 而时间的压力就更沉重 如果你封闭起来 仿佛那时间就是慢慢过去 但就不是啊 你这一大片之中 你感觉到真是无能为力的 一个人如何面对穷倉 那种倉茫之感 带来的更深刻的悲痛 就这一定不是一般女性情怀 应该有一种诗人的情怀的 所以有人说 厌济到始 这诗词有一种诗人的顿挫之笔 事实上词要写得好 不能纯暖是一个好像带动女性个性的 才能写得好 有一种诗人的才性的 而且诗人的文笔的 把他的意态把它呈现出来 那这两句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句子 他说每天什么 年年墨上生秋草 墨上的大道上 那他现在又告诉人家 什么的离恨 离恨是很遥远 但是呢 因为离开远了 我只能什么呢 平常白天的时候 只能登楼望远 但是呢 却是出井上寝 但这种情怀却是什么 无依无矣的 不可能终止的 因为只要离开 每年每天 我都依然如是牵挂着对方 这两句好像写景啊 写一个时空的一个情景而已 但事实上有无限的深情在其中的 我看到什么 我实际上是跟人情有关的 不需要给你一个自然风光的介绍 是年年墨上生秋草 你看每到秋天来的 在大道上你看秋草依旧蔓延着 还没有枯林 它不是春天还是秋草 我们立刻想到了 哇 离恨恰予于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什么青青河边草 草本来跟离仇有关嘛 以前的人离别不外乎两条路 一条水路 一条陆路 水路看到阳流依依 流水啊 游游都跟离别有关 再来就草地上 所以这些都是触动人仇怀的 很重要的自然的那种植物 年年墨上生秋草 草色依旧的人士呢 是永远是不可能相和跟过去一样的 你一直看到草 一直生长不移 蔓延不移 而且呢 这个草是延伸到天涯的地方去的 那方仲依呢 词里面有个 芳草无情跟他写一样 可是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他把两个草跟太阳 把空间跟时间也变回来写 但是呢 你知道毕竟还是不一样 后面那个跟家中什么 时间的悲感的 日日柔中到夕阳 我每天呢 一直呢 每年每个秋天呢 我都上天边的大路 我看到了这行边的秋草 连连如此 而人呢 却在高楼之中 日日坐到夕阳的十分 时候 但是夕阳无限好 也只是近黄昏 对不对 那如果早上起来 也还要有种充满的希望 也许今天会不同 但呢 每天每天都坐在太阳 将有下山的时候 景色眼前呢 当下虽美啊 但慢慢下沉的时候 心也将跟着下沉 但是呢 都是如此 希望能够登楼望远 以未相思 但每天所带来 每年所带来 每个季节所带来的仇怨呢 越季会越深 但作者呢 不愿意直接说出来 他给你看这个景 如果你跟着作者呢 走到那个情景里面 看到这个情景 连 他说了 连连莫山深秋草 他不是只有一天当下的 他告诉你年年 每年 每年都依旧 也许你不是每年每年都看的 但你意识到这个草 永远不会终止的 今年秋草依然 明年秋草依旧 但人呢 能不能每天都站在楼台上 我们也有忠了之事 你不是永恒的 这个景色是好像都不变的 你现在也会看到这些句子 也会有做同样的动作 但是呢 你也会厌寂到不顾 跟你不一样 他也会过去 现在里面有一种无限的感伤 玫瑰山深秋草 你很珍惜眼前的景色 你觉得很美 但里面背后觉得 你最完不留的 一种无赖的一种感叹 欲欲楼中到夕阳 所以两个句子 赤不血景 也充满了离愁 也充满了 那是空间的一个辽阔 人的一种孤独 还有时间的一种无穷的压力 太阳每天来 每天下山 我每天就坐到太阳 将有下山之时 但之后呢 人生能够能够看几片夕阳 没有几片 一直楼中 倒下 好像你一只不能够都掌握到 现在体力还好 还有生命力 每天都做这个 但你意识到 终有一天 太阳依旧 人还是不可能长远如此 好 我们讲过 中国文学书情都是这样的 流井延寂 现在呢 两个句子 会不会倒过来写 当然可以 但是在词里面 不准是这样的想法 但还是按部就办 先给一个空间的流泊感 而且现在已经连年有个时间的因素了 还有日日流动到时间 跟加重时间的因素 我们讲过了由井到情 中间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意识到时间的变化 但时间变化去的时候 人就感到自己很无奈的 我如何面对相要变化的时光呢 一切都在变化 有什么不变人家能够意识的 所有都逼出了死情不渝的精神来 对那个人的思念的情怀 直到跟着这个走 对不对 后面就一直写到相思的 你再去 唯有这个是不变的 去对顾了 应对了外面的秋秋郁郁的变化 对不对 年年郁郁的变化 你看这籍子的写行手法 因为有外人类 有外人类 不是随便写的 里面一定要加一个时间的一个意识 感觉到时间的一个压力感 你看这籍子走在这两句里面 一直推上这个 前面一句好像还是写景 但后面呢 月流动到夕阳 太阳下山 心都沉 对不对 我们说这籍子也可 某个程度来讲 也是紧随情转 心已经按下来 觉得自己的无奈 但是呢 又不甘心 还是一直想找寻一个东西 安慰着自己的内在 做寻情的一个执着 后面有一点会写出来 他说 云渺渺水茫茫 真人归入许多场 我们讲到离仇 当然写到自己的问题来的 所以要离心远去的 不是女生抛弃 一走了之 是你自己离开的 更行更远还生 自己不同的行行重行行 离仇跟距离辣得越远 越长越深 遥遥无齐 你不能回去 但三个人也 女生在另一头等待 也是茫然的 你只要不回去 对方还依旧在楼中等候 你同样的行行 但这里还没有直接写出来 但会意识到 同样的事情发生着 云渺渺水茫茫 我们说只要是 在其中 在空间里面写出 人生的无奈 我们正在楼中 一方面的太阳下山 现在给人 再回到眼前的景 看看我们所处的一个景况 云不断的飘渺 云渺渺渺 渺渺茫茫的天空浮动 秋天的云 是比较轻薄 随风飘上 渺渺但是远远的意思 飘到好远的地方去 天空一直所各在天意义 用云当然有意思吗 浮云有子意 若玉故人情 不常常用的吗 这里没两样 若玉已经写到了 上面就会写云 而且同样一个视觉 照度上面 再把自己的处境 告诉你 我身在何处 我的处境 要了解我的感受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周杰会把我们 带到他的场景里面 让我们去感受他的感受 云渺渺 你以为是一个景 或是景中有情的 云的不能聚合 随风飘上的属性 跟人的那种浪荡 随风飘上的感觉 不是一样吗 但是有个东西要写到了 好 云渺渺是高处 水茫茫的下面 我们之前也讲过 两具写景 尽量把它担开 不用同样一个角度 一个视野的观感 上去看看 把自己的高低起伏的 各种感觉 把它呈现出来 下面就是什么 我idge貌茫的 所以浪水慢慢 Path danger 也有象征预模的情思 苏喜爸独以望江楼 各 Wit千华皆不史 霞灰默默 水悠悠 长断百平中 石而且ine 支援曆音 就是好个空的景 現在寫著一種很深遠的一種醜緣 水水流淡不少人在何方 水游動 雲會飄散的 水會流淡遠遠的 人在哪裡 人確實是水 我們說水風飄淡 但是人確實是不自主的 他說真人 你不是一個回家的人 不是安住在任何環境的 你是個真人 你是要遠征的人 是個旅客 使得不少的所謂河來 到處飄盪的一個人 在時空的旅途中 你是身不由己 不斷地往前去 可是到最後歸屬在何處都不日到的人 也許流水還有方向 但人呢 以及真人 現實的考慮 可能到處倚藏別人 到處飄盪 所以他說 歸路許多 許多就是好多 非常多 歸家的路 確實那麼樣的悠長 你越走越遠 想回到一個歸宿 一個家的地方去 但是你瞄不可及了 你越走越遠 家就越來越遙遙可及了 許多這樣代表好長好長 你不想到最後那個家在哪裡 但家 想到家的時候 就有一個情感的歸屬 家不是空洞的方式而已的 就是你情感的歸屬 但你心安之處 你心心不得安靈了 很想回到一個更穩定的地方 所以有家的概念 但家我們不能說回家而已 更重要的是因為家中有個人在等待你 所以就逼出後面的相思 你看這個步驟是這樣來的 就這樣人在茫茫之中 你真的難道人隨流水一樣 跟雲煙的屬性到處飄盪嗎 那這樣也好 是個自由人 但人是不得自由人 為什麼 此情不渝就把你綁住了 這個就是你的歸屬 以情感作為核心的一個歸屬 加上一個相思 你看這個詞的一個眼睛方式 慢慢一步進去 其實就是歌詞的屬性 就逼出真的那一代情形 好 他說相思 相思怎麼樣呢 但是相思本是無憑語 他說 好啊 這種刻不明心的相思 本來就是無法用語言 依靠語言來表達的 始終有真意 欲辯 欲妄 語言能表達多少呢 我們說相思好 相思只能了達語心 沒辦法說清楚了 他也意識到了 沒辦法語言去表達 但是沒有語言 如果素中情 讓對方知道你依舊牽慣著他 希望他還在某個地方等候著你的 你還是試圖用語言來表達 但是另一方面你要意識到 語言根本無能為力 很多的情意 難以表達 但是在偏偏有什麼 他說要吃起你的墨上花間 廢類行 花間就是很漂亮的 好像有花紋的一種堅持 好啦 我就拿好好的堅持來 本來想意圖是這樣的 本來想依靠這樣的性質 說起去相思化來告慰對方 我依舊想念著你 希望你在家中等候著我 但你自己也知道了 好啦 既然相思本來就沒辦法 用語言去表達了 那還是不要在花間上 走一邊寫一邊流淚吧 但那個墨明明告訴自己是無用的 但事實上你想想看 他正在做這個動作 獨自莫平蘭 無限江山 這叫做明知故犯 明明要你不在想他 你為什麼還拿著手機 撥他的電話號碼呢 撥了就立刻把他關掉 你明明知道他不理你了 還做一個動作幹嘛 就是沒辦法壓一份情緒 作簡自符嘛 對不對 這寫得蠻沒有的 就是詞裡面的一種跌單 他都不是平不持續的 寫到前面還好 什麼年年 郁郁 是什麼一個景很清淡地帶出去 可是後面你看就很濃稠 因為寫到相思情的時候 欲懼還迎 明明知道不要做 要偏偏去做 明明知道語言難以表達 為什麼還是喜歡告訴他 用語言表達呢 這是人生的執著 所帶來的一種 一種無賴的情緒了 其實就是這樣 就這樣逼出來 實際上我們看完之後 你發現他是有一個眼睛的歷程 好像一個故事一樣 就好像電影的一個片段 你一個看到他如何透過動作 慢慢到最後呢 帶到他的相思無賴的心情去 一步一步來 非常的有層次 你看這種詞 在他們的手中 已經完成了這種抒情的一種特性 那下面我們看這首 《往南龜》 也是他另外一首代表作 我們先看內容 他說天邊金掌露成霜 雲水艷似長 綠杯紅袖襯從陽 人情似故鄉 男配子 局暫緩 殷勤禮舊狂 欲將沉醉換杯涼 清歌莫斷腸 因此他不是一個好像很平庸的 或者心情很平和的人 他也很有情緒 我們看這語句都充分反映出來 比如剛才那個 相思本事無憑語 好了否定掉了 後來你還是明知故犯 莫上花見非淚涵 那這首更是 那我們說詞要動人呢 你不能把情意都設計在一個 一個單一的調性上面去書寫的 我今天很悲傷 很不快樂 一切好悶 悶得不得了 好 寫完 整個都平平的 對不對 我看之前也講過嘛 詞有一種叫跌宕之姿 跌宕的美感 就讓這個詞情能夠有一種異陽遁挫 除了配合憑字格律有異陽遁挫 在內容情節上面 也要有這種相應的一個效果 我早上跟同學分析 關居就是這樣的 對不對 有女孩子也喜歡 對不對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整個情意都飛揚起來了 但是求之不得就掉下去了 對不對 最後又再又再輾轉返車 整個困在其中了 就有想的方法來了 他就情色有之 中國要之 這個就快樂起來 這就有變化 他的情意就會有一種跌宕的 動人的姿態 中間來說我們看一個電影也一樣嘛 你不能說平步持續 一個人整天都做同樣的生活 當然也會反映生活的現實意味 每個人本來就這樣過 但是那些就容易打動人的 都是一樣 本來以為很好 最後突然一個變化跟以前不一樣了 最後看他如何力往黃藍 重拾以前的一種擁華之類的 這就是一個故事的完成 那獅子也一樣的一種跌宕 有一種情緒往下沉 但有一時候你試圖又把他對抗 那產生這樣一種高低起伏的旋律 對不對 當然燕姬也有這種表現 所以他的詞就不是我們讀到的 那麼樣的一種柔順 有他的骨氣 有他的性情 我們就有這種跌宕的一種情緒 那在宋子來說 我們之後會讀到的 跌宕情緒的表達上面 第一個最清楚的就是歐陽修 然後之後蘇倫波 李清朝 一個一個出來的 那這個看得出的詞 很容易打動人性的 那念之道在這個地方 當然也有這樣的表現 那這句詞過去的評論上 認為這個在小三詞中 他們認為是最能 最靈重深刻的一個作品 比如說他的情感很濃稠 對情緒掌握得非常的深邃 好像紓解不來 很想解脫 但終究解脫不了的一種無奈 你看看這裡面那種情懷 他詞的時間在哪裡 在重陽節 那 也許燕姬到沒有公民之念 沒有那麼深的感覺 如果這一般的讀書人 從唐宋以來 面對重陽節有不一樣的一種情緒 實際上每個季節 我們的感受都不同 如果是清明節的話 也許是那種牧村三月的 漫畫凋零的 美人慈目的感嘆會出來 對不對 端午節就想起屈原來 有一種 志祺不可為的精神 因為平調屈原會被激發出來了 到中秋節 也許就更 一種對但願人長久的一種美好的憧憬 可是到了重陽節就不一樣了 每個季節的一種 一種跟人的關係都不一樣的 每個詩人就面對 有些是共同的一種反應 有些是個別的 但共同的角度來想的話 重陽節往往是什麼感覺呢 就是對時間的那種感嘆 特別深刻的 為什麼這樣講呢 重陽一年的重要季節 當然重陽之後還有一些季節 比如說冬至 一直有拉月 這樣一個一個來 但是文人的一種集會上面 重陽應該是最後一個了 已經步入深秋了嘛 九月 十月就贏到冬天了 十一 十一 十二 對不對 現在已經是深秋之時 在重陽節 好 文人雅籍聚會 已經大概沒什麼重要的節約可慶祝了 重陽已經最後一個 會登高 會望遠 會思念故鄉 但是因為那季節比較接近冬天 人一年之中最美好的歲月 隨時這個重陽就過去 好像慢慢慢慢都消沉下來 因此重陽其實多了更深的時光遠去 那種老式的一種悲嘆 尤其是對一些落魄江湖 很想有所作為的讀書人 一種表現就尤其深刻 那印記到還不至於 但是這種普遍性還依舊在的 那我們只記得這個前提是這樣的 以後你讀到蘇東坡的作品 就發現重陽覺得乾 一種悲嘆的特別深的 時不無語的感嘆 很濃 那接著呢 因為燕之道沒有這種功名之念 就沒有像一般的 我們前天看到的那麼隆重 但是時空之悲 一直還是糾纏著 他先寫他說 天兵金長 鹿成霜 云所謂燕之長 我們說 燕之道 我們說什麼時的叫境界 就是他塑造出來的一個景 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是高的 是遠的 是往上升的 還是往下沉的 就不同的一種生命意境的投射 燕之道在界裡面我們看到 他跟花間磁的磁人情 稍微有不同 還是宋人的某種風範 看出來是一個非常遼闊的一個天空 他說好 先告訴你一個時令的 相關的一個意象 天邊金長 鹿成霜 在天邊他說這個銅仙 銅人的仙掌上面的露水 已經臨結成霜了 當然這裡有個典故的 在漢代的時候 漢武帝在一個叫建張公 住一個臺 那臺上面就做了一個 銅柱的仙人的像 而且仙人的手中就有做一個銅盤 承接每天的露水的 他們認為喝了這個銅盤裡面的露水 加一些玉蟹 一些玉粉 喝再飲用的話 就可以求長生之道 有這個說法 而這個臺就建在長安 所以這裡面是點出一個東西來 就是燕姬道所說的 當然現在的不是長安 因為宋代的首都是汴京 可能現在燕姬道是來到汴京 所以他用了 跟帝都相關的典故 寫出賴天的一個狀況 那是有這樣作為的 那宋代來說稱為 往往都是以長安作為一個販植的 長安從周代以來 經過秦漢都是帝王之都 對不對 那後來在文學的一個作品來說 都把它代指就是京城 那宋代的京城就是汴京 所以這裡所謂的用到這個典故 就指出他所在之處 不是他的家鄉就在汴京這個地方 這個說法一直是這樣 但宋代一直是汴京就是他們的首都 就是他們的長安 後來有南宋嘛 對不對 南宋呢 他們來到南宋的時候 是暫時就停靠在一個地方 杭州 杭州改的名字是什麼 叫林安 臨時安居之處 那地方不是他們首都 對不對 所以他們心中的長安 那個時候不是指杭州 林安的 還是指的是汴京 由北伐中原回到汴京去 回到長安去 讀宋代的文學作品 你要特別注意這些用語的 台灣的處境一樣 台灣的首都在哪裡啊 在南京啊你知道嗎 遙不可及啊 但是我們的長安 現在台北市是什麼呢 就是宋代的林安 臨時安居之處 你很難接受 很難去體會這種感覺對不對 但是宋人就是這種 一心也要復國嘛 就有這個想法 他現在還是北宋啦 還沒到南方來 所以他說天邊進漲 陸水 好了天邊的同仁的仙掌上面的陸水 已經淋結成雙了 當然對他來說 這個可能是虛構的 在汴京可能就沒有一個 所謂的仙人掌的那個 用仙人掌的一個手掌拖那個陸水的 這代表我在汴京感受到天氣的變化 生秋了對不對 陸水已經結冰了 陸成雙 冷冷的感覺 當然他主要點出 這個地方忠然很高貴 是地層之處 但畢竟不是我的家鄉 更有一種冷冷的感覺 所以他的陸成雙很有意思的 塑在這種氛圍 淡淡的哀傷 早上起來了 你睡不著 感覺到了一種很寒涼的感覺 當然也契合這個時令 是生秋 重陽之時 好 下面說了 雲隨燕之長 他已經談到天邊了 他的瞬詩 給我們看了 剛才自己看到在台紙上面的陸成雙 是地上面的雙氣 你看我們講過 兩句話不要同一個角度去寫 下面既然談到天邊 我們就剛往天上看 看到什麼呢 寫得很美的 我說持久有動態 這種畫面不是靜止的 雲是什麼 隨燕之長 雲有多長啊 不是這樣畫出來 他隨著什麼 跟隨著一個燕字 為什麼燕字啊 因為一排人字型的燕 從天空飛過去了 已經是很晚了 這個紅燕已經最後一批了 從北方往南方遷移 那就看到一排的 人字型的燕從天空飛過 那雲就跟隨他 一起跟 一起跟 雲 那個紅燕越飛越遠 當然飛得比較快 雲一起跟隨他就更遠 最後就拉出很遠的天空線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就看到這個 但這個裡面的空間變化 事實上 雲包含了多長的時間 有個人一大早站在那邊 動也不動 就看到了這個雲 跟隨紅燕 一起飄飄飄 飄到了 哇 從一個泡霧線 從天空的中天 到了跟那個地平線那邊去 拉出那麼遼闊的一個 那個深遠的抽空出來 人雲所以燕之長 所以這個長就不是一般的認為 有三千尺長 五千尺這個長 長是無限延伸的 只隨著紅燕到你看不到的地方 才終止的 天空有多遼闊 我們剛才也說 把自己眾生在那麼遼闊的天氣中 個人的孤獨感 無疑感就會出來了 跟何化永燕有意思 紅燕現在呢 含有一個自然的規律 秋天到了 往南邊輕移 明年春天回到北方來 但人呢 能不能如燕一樣的自由來去 當然是不一樣 還有就是 我們說兄弟並行 如同燕在天空非常排列成行一樣 所以燕呢 往往也許 如果他有兄弟的話 當然會表達的就是對故人的思念 對不對 有兄弟的思念 當然他如果沒有的話 燕也跟他對故鄉之思也有關聯的 他就是來自南方 對不對 在江西那一帶 來到汴景 燕往那邊去了 但我卻回不去 所以就激浪解後面的情懷來 好 面對這個 如何是好呢 他說 綠杯紅手 襯重陽 今天是撇開了 我們以為就看那個景 但作者故意撇開 不要因景深仇吧 對不對 現在既然是登高了 這個登高也不是只有我的 我就跟著朋友來 我就姑且湊合一下 跟著他們就沉醉在美好的價值當中 那就算了 不要再順著這個天空 想到我遠方的一個地方去 但是你想壓抑還是壓抑過來的 下面一直給你一種 這樣的一種很周潔的感覺了 好 綠杯紅袖 襯重陽 之前我們也談到過 燕姬道的詞很喜歡用兩個顏色 紅綠相稱 那是有一種富貴色 跟他的出身有關 當然寫得很漂亮 很精緻 很美 美的就是要讓你很沉醉 也心碎的那種顏色 我們說把這個記憶 或者各種各種那麼濃豔的顏色 有它的作用 那種心理的作用 好 他說是紅杯 綠杯紅袖 這是什麼 專門的綠酒的酒杯 我們說綠以心碎酒嘛 就是綠杯 是一些綠酒的意思 也那種酒不那麼清澈 一種米酒 水酒的時候 上面有一種淡淡的綠色 而且上面有一些泡沫 好像螞蟻爬在上面一樣的綠杯 但用綠更美的綠杯 紅袖 女孩子穿的 紅色的衣袖 歌女啊 在那邊捧酒給我喝 不是很好嗎 我就趁重陽 就沉變 順著這個重陽節 就接受這些款待 喝一杯吧 對不對 趁重陽 從人家節 這個趁有一種好像是 勉為其然接受 順應著這個節慾來喝的 不是由衷的一種去接受的 我們就趁著 既然他們勸我喝酒 我就喝酒吧 因為後面有泄露這個消息 因為他感覺到 人情似故鄉 因為見你 這人對我也不錯 這種人情就好像家鄉一樣 那麼親切的 一個似之上就是因為 離手有所不通 也勉強接受而已的 我家裡面也有一些 家裡面曾經也富貴過 也有綠杯紅壽給我喝過酒 那個時候我心甘情願 暢快地去喝下去 但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享受 這些人也不錯了 看起來也是富貴人家的歌旅 來服侍我 我也要朋友相遇 那也沒關係了 因為這個地方的人情真的好像我家鄉一樣 有了四 心中那種過去的一種回憶 跟眼前的就附疊在一起 似乎相同 當然也意識到不同 裡面就有一種這樣的一種 一種反差的一個對待關係 如果你完全 人情就是顧商一樣的就算了 而且思的時候 你還是有一種牽強自己 勉強自己去接受那種心態這樣 好了 現在人情是顧商呢 我就放縱自己算了 我就讓自己在這個氛圍之中 忘掉眼前的一切 彷彿陶醉在顧商的情懷當中 但是明明知道 根本是虛假的 但你偏偏要做這樣事 一種詞裡面的一種 某一種情節的跌宕 好啊 整個情形都昂揚起來了 所以他說了 好 既然人情至顧商了 顧商隱藏住 不要再想起了 因為人情更重要 珍惜眼前人 那我就要怎麼做呢 藍配紫橘彰 所以藍配紫 就是用紫 叫做配藍紫 然後彰彰的意思 有個動詞的 叫什麼呢 以藍草 紫色的藍草 以為配 就襯著的衣服上面 藍葉藍草綠色的 還有呢 那個重陽節嘛 要賞花 甚至要沾花 插在頭上 裡面以前有人說法可以 一折就可以劈血 甚至可以喝菊花酒 來延年一秀 所以重陽節 會跟菊花有關 好 我也趁著這個節育 用紫色的藍草來做配飾 把金黃色的菊花 也沾在頭上 動詞是沾 沾在頭上 那這是重陽節 人人都有的活動 我也把它配在身上 當然這裡面也很有意思的 我們說中國人很喜歡 所謂香草美人 把那些花花草草帶在身上 這裡面何謙沒有一種 好像自己把自己 抬到一個很潔癖 很高遠的意境上面去 好像一個一塵不染的一個美人的形象一樣 但你心中有所不足的 很想自己把自己來捷徑化 很美化的一個形象 他說這個動作本身 他說要殷勤理就狂 你看他很用力的 其實你看得出來 他對故障就是很深 他不得不勉強用意識裡面 壓一份情緒 所以叫做殷勤理就狂 好了 狂 如果你完全狂義的表達 是自由表現出來 那就樂在其中 但偏偏的狂已經是過去 是舊的狂態 實際上現在經過時期逆轉 人也老了 有沒有這種心情 事實上也許沒有那麼十足的 但是既然是舊狂 我還是把它調整一下 把它換起來理就狂 好像故意把自己振作起來 既然有這樣的氛圍 我就勉強扮青春年少一樣的狂態吧 而且要殷勤努力去做這個事情 讓人不要察覺我內心的仇悶 讓自己能夠安心一點 你這句話就很用力 他們讚美他 就是這個劇裡面 層層疊疊疊的 很多的情緒 殷勤理就狂 狂在後面 是就狂 就狂 如果你認命了就過去嘛 我們就平平淡淡的玉子就好了 不要有那麼多情緒的變化 你偏偏要把它再 把它梳理一下 把它再拿出來 而且很用力很殷勤很熱忱去面對他的 問題就是你把它翻出來之後 當酒醒過後不許更愛上嗎 但偏偏他就是在這個情擋下 他有做這個動作 來麻醉著自己 原來我們說的整個當 那個當意是很有意志很用力的一種作為的 好了 他也知道這樣的 他說 好 欲將沉醉 換悲涼 他進步解釋了 我怎麼做 怎麼李舊狂呢 除了剛才去沾花之外 還有喝酒 都是李舊狂的這種種的動作 他乘上起下 好了 我正要的重情歡樂 用眼前的沉醉 替代往欲的悲涼 悲涼的事情已經太久了 羈押在心太久了 既然人情俱故上 我就肆無忌憚 放鬆自己了 我試圖在主觀情懷上 我走把悲酒 前場已深的悲涼 用喝酒這個方式把它換替掉 借酒澆醜 不是了嗎 好了 好像一切都能夠解決了 欲張成醉 換悲涼 喝酒是很有意思的 這個酒喝得快不快樂呢 表面看起來好像滿快樂的 滿豪爽的 但是裡面的悲痛 真的不足為外引到 他是要替換內心的悲涼 問題也來了 他最後就問了 他說 清歌莫斷腸 我主觀的意思我會管 但是別人我管不了 就千萬吩咐那女孩子 你唱那種輕力優雅的歌曲 不要再繼續唱出來 怕就怕什麼 你的歌曲會引起我悲傷的情緒 清歌莫斷腸 希望吩咐他們不要唱那麼美聽的 輕力的歌曲 因為我怕就是聽到之後 還是掉入哀傷的仇存當中 清歌莫斷腸 不要再煉我了肝腸唇斷 主觀你可以這樣做 但客觀都是你控制不了的 他真的能解脫嗎 我們發現了 這就跌宕了 以為整個昂然起來 但是太用力了 結果呢 最後你根本無法完全固守著自己的內在 突然之間一個月生 要把前面所畫的功夫 通通都把它瓦解掉 一首歌起來 又掉入更悲傷的情緒 我們的跌宕 非常清楚的一個意態就這樣出來 所以這有時 比起剛才你看很沉重 用它很濃厭的顏色 很深知的情懷 很曲折的一種情節把它軟成 我們說這些詞 實際上它是有變化的 這個詞詞調 不是只有單一的一種音聲 所以這些詞 所以值得我們欣賞的是 他們不是一手一手 反反覆覆都一樣的 實際上有不同的情境 就有大小不易的情緒的一種波動 用不相應的文詞把它表達出來 這種詞就是我們說在詞情裡面 它最很能把這種對照性的美感寫出來 因為對往事的罪意 對離別的哀嘆 面對新天的歡樂 無以自容 產生這種糾結的情懷 基本上詞酒是在這樣的兩極之中 不斷地徘徊 激誕 我想認激到我們這三首都是它的代表作 我就從這裡面跟大家去 透過這個作品了解作家的一個特性 從而知道文體的這種風格特質 那下面我們看另外一個詞人的就是秦少游 那前面有些比較說 燕基道比較擅長寫了夜深人間 畫燈人善之後的一種落寞哀傷的情緒 因為他有一個忘不了的過去情懷 但是燕基道畢竟是貴家公子 他沒有什麼生命的追求 他這種當然也蠻純粹的一種生命的哀嘆 對不對 很自然會激起這種仇懷 有同李厚祖一樣 但是對一般的讀書人有公民之念 生命的轉折也有很多的波動變化 對生命的執著之感 事實上比起燕基道來說會更強烈的 因為有一種更不一樣的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在 有政治的用心 為家為國的那種忠心在 跟燕基道那種純粹公子哥兒那種富貴悲傷的情緒 也許是在生命的一個厚度上是不同的 那秦少游就是在這樣一個情形下的一個讀書人 我在想我們講個時空的感嘆 我最近在想一個問題是說 從中堂以後科舉制度落實了 究竟從中堂以後的讀書人的時空感 跟知情李白聖堂以前的捍衛時代的人的時空感 會不會是真的不同 因為我們現在的時空感跟以前不同 為什麼 我們說延伸七十股來世 那是杜甫的說法 我們現在延伸一百都是不難的 對不對 我們的時間太長了 有的時候真的時間太長 不是時間太短 對不對 那就是一個 最後那種好像不曉得怎麼去 蹉跎歲月的反正這樣就這樣過去 如果短的話你反而會燃燒生命 從衛生南北朝壽命不長 人就很容易集中一種失業 一種功名的追求去達成自己的願望 而且是轟轟烈烈 可歌可泣的 但生命慢慢延長之後呢 人有時候真的無奈 中堂以後 人生的壽命開始比較延長 還有就是你經過科舉考試 好像按部就班的 你十幾歲去鄉下讀書 二十幾歲去附近考試 最後就按照一個廉字去升等 好像有個人生的規劃 當時你要說 讀書要至君遙順 神都府了想法 你發現並不那麼容易 人為言輕 有的時候你當個小官僚 能說什麼大話 為了家國要至君遙順 那是荒謬的 你越有這個想法 你生命的壓力就越大 因為你發現這十幾二十年 你做的都是沉淪夏寮 在一個地方周轉而已 什麼回到京城裡面 輔助皇帝 達到理想 真的很難 跟李白樂的時候 他可以投下勇王林 想改朝換代 或者創造一個新的時代 那一種豪情壯士是不可同意而已的 他整個集中起來 奔發起來 給你一種非常澎湃的力量 當然中藏以後 讀書人的生命原來是這樣的 你看我們不是一樣嗎 你按部就班 十幾歲讀國中 然後都畢業 然後畢業之後出來就要工作 二十六歲結婚生子 就這樣了 一輩子就這樣過去 當年的豪情壯志 如何輸到人生的大幸福 輸到偉大的夢想 事實上說起來容易 都達成是非常難的 好了 裡面所隱藏的一種時空的一種壓力 應該跟之前的人是不同的 而且很糾纏 那這種情懷我相信就好像一個女 更能體會到一個呂中歸中的女孩子 那種年輕貌美 但是要擔心食不我餘 不能被人的賞愛 無所需從的一種無賴 同時天涯淪落人的悲情就會出來 糾結不已 那在秦少爺的年代來講 這些讀書人本來就是活在這樣的氛圍當中 對時間特別敏感 為什麼呢 發現時間的壓力越來越沉重 但由於加上黨真的一種迫害 你本來以為人生會按部週刊 去達成某個理想 四四五十六怎麼樣 結果中間太多變數了 一個變數一產生的話 那時間更加的給你無從的壓力 所以這個悲感跟剛才我們看到的 驗之道的狀況是不同的 起碼他先放棄功名 其實在兩極裡面徘徊 今不如是感嘆而已 但秦少爺他們還是不死刑 那如何是好 但是時間就此那麼短了 那麼會從裡面知道 那個質感是有所不同 而大部分文人詞裡面 就是比較接近是秦少的這種 而不是驗之道那一種的 因為他是大家共有的一種悲感 因為他自己也擔立在其中 難以自拔沒有紓解的方式 因此寫得非常的沉痛 非常的悲傷 難怪連蘇東坡讀到的詞 都不由得回啊 悲傷不移的 因為寫出他們共同的心聲 那秦少爺有幾個說 那身邊我們不多介紹了 他少年之後有豪俊之氣 我們說那個詞人事實上都必須要有這種情懷 你才有一種跌宕之姿 要蕩起來需要一份豪情的 不然的話只能一點跌 跌下去就勝不可測 最後就是被淹沒掉了 要蕩才有 要蕩需要有生命意識跟他對抗 才有一種反撲的一種力量在 但那幅度中每個人不同 但必須有具備這種才能 才能夠把詞寫得那麼動人 秦少爺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還是有一種要入室的精神 跟人談兵書 躍躍欲試 但是問題是他本身的性格是比較脆弱的 有個說法是他考時考不上 立刻就生夢氣了 就立刻寫篇文章就閉關 眼關明 就是閉關自首的意思 你看用明文來寫 好像刻在自己的碑石上面的那篇文章 有眼關 也就是我從此不再考試了 天煞賦我 我不要考試 真的是他堅強的表現嗎 當然不是 他是脆弱受不了打擊 一直考試失敗了 落榜了 不要考了 算了 拒絕聯考 但這種是根本是躲避的方式 後來他認識蘇隆坡 蘇隆坡也了解他的狀況 曾經勸他的 你的狀 你的條件 你不是厭績到 一定要還有一些家財可以慢慢過 還有朋友節績 那你呢 你怎麼辦 母老家貧 媽媽都年老了 家那麼貧窮 你不能那麼死氣 那麼任性 你不得不上現實低頭 所以就在東坡很多朋友圈階 他還是免為其難考試 大概37歲才考上進士 我們講過嘛 那個年齡也許沒有什麼重要的 也許很多人的不同的一個病例 但是也是衡量一個人的財分 很重要的依據 研基到14、15歲考上進士 研書 所以難怪造成他兒子的壓力 對不對 他就乾脆不考試了 所以不要太早考上試 對不對 不要生小孩跟著男生 那麻煩了 這小孩就很 不曉得怎麼辦 對不對 蘇東坡22歲已經非常出色了 你說 注意這個是虛歲 22歲 他大概20歲出頭 就已經考上進士 實際上很多人忘掉 蘇東坡的弟弟更出色 他比蘇東坡少3歲 19歲考上進士 那不簡單的 對不對 歐陽修他們都25、26歲的 研基到秦少游了 他認為要生脾氣了 十幾年就戳脫了 等到人家不斷地勸他 到了37歲才砍到進士 當一個小小的教授等等 一直等到蘇東坡了 烏台事案結束了 黃州出來回到朝廷的時候 他才被拔著回到朝廷裡面 辦一些秘書的工作 對他來說 就在經常跟蘇東坡 蘇大仁 黃庭堅等人在一起 那兩三年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歲月 但好景不長 誰要你認知蘇東坡 後來蘇東坡落爛了 備受牽連 所有跟他好的人 通通都被貶官 人家貶官蘇東坡之前被貶官 可以寫出也無風雨也無情 擴大去面對他 那不然像黃庭堅也不錯 喝酒鬧事 大罵天下 也是爽快 獲得也比較酒 人抒發嘛 對不對 但秦少游不是 一被貶官不得了了 從七晚變七曆 李東坡還早去世 因為他解不開了 對不對 他無法回到以前去 覺得天下就是這樣的 他的理想重啟落空了 如何是好 他就是這樣的一種 天生的醜種子 很內向 很悲憂的一個個性 所以在詞來上 當然這種個性 就很容易表達出來 呈現一種經不如洗的感嘆 尤其深刻 尤其情少游更急步就是 他滿能夠把積極的內在 跟外在的自然 做得很好的結合的 他似乎我們走他左右的 他怎麼看大自然的一個變化 原來就是心情的投射 我們總是被他牽引著 你不自知的 所以他寫出來的畫面 都是比較陰暗昏黃的 有些作家會看出個性的 東坡最喜歡寫兩個景 一個雨後放晴 而且他喜歡的雨 不是烟雨蒙蒙 它喜歡撒大雨 我聽川嶺大葉聲那種雨聲 或者暴風雨 雨後放晴很舒服 不經過那場風雨才怎麼知道 放晴過後那種溫馨的美好 那是相對的 看到一種豪情 另外一頸它寫的叫做秋葉 葉月 很寧靜的頸 一個是比較動態的 一個就是月夜之頸 把自己種放在宇宙之中 我常常講 了解東坡的心情真的不容易 我常常講 好生時代一個人 走時不要呼朋引棒 就不要呼朋引棒 也把人踢開 然後一個人躺在玉山的山林 仰望夜空 那種慢慢沉澱下來 孤獨寂寞的感覺 就是東坡累在的心情 現在不要這樣想的 如同一個人漂浮在 好像地心引力那樣 男主角飄在太空之中的感覺 你覺得很深層的寂寞的 你太聰明了 竟然沒人能夠了解你 你也知道人生太多的奧秘 但是也是人力不可解決的 那是一種很深層的無奈 那是另外一種方式的對不對 但秦少爺不是的 一被點貫整個就好像天下都佛我 整個的預解起來 只有當然如何能夠化解開的 他是被自己打倒的 他的持久能夠掌握這個 所以對他來說 大自然好像都是他完全給他自己主觀的情意 所渲染 所設定的 所以他的持久很能夠用 很維繫的心情跟大自然做這樣的結合 達到很動人的效果了 等一下我們看這作品就知道了 好 我就不 作品的內容特色我就不多說了 大家會看講義這些描寫出來 如果看《燕姬道》這些對照 《燕姬道》比較喜歡寫出一種夜深人靜 然後驚喜的對照之感 至於秦少爺比較喜歡寫什麼呢 離開過去美好的環境 登山淋水的那一種 駱駝江湖的一種感嘆 人在時空的不得不已的一種情境中 不知身在何處 有家歸不得的無奈 更何況就是當他後來 在第二次被貶貫的時候 他曾經在雷州 後來他貶到雷州很遠的地方 他曾經寫過一個製作晚詞 可見他這個時候寫這個晚詞的時候 發現人在被貶貫 跟蘇東坡不管怎麼樣被貶貫 他都跟家人在一起的 東坡 你可以說 能夠把東坡驟俗起來 很重要的力量 不只是他的聰明才是 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情的一種肯定 他的情感的信任 他的家人永遠跟著他 所以東坡到哪裡呢 先要是安頓好他的家 不管為人借錢或是怎麼的方法 有一個住宿 有個家 那是最重要的 是穩定他的生命 是很重要的一個力量 但秦少游不是啊 到了雷州的時候他這段話 很清楚描繪就他當時的心情了 原來他是一個人去了 太太不在身邊 如果本來是一個很憂鬱的 或者帶一種焦慮個性的人 來到這種南方的地方 而且一個人他怎麼忍受得了 他自己的自作丸子 覺得自己活不過來 果然真的活不過來 你看這個背景 他說家鄉在萬里 好遠好遠了 那大家看他的生平知道了 他住在他是江蘇人 現在來到雷州 那麼廣西這地方對不對 很遠很遙遠的地方 而且妻子天液涯 天涯海角跟太太兒子都離開了 沒有在身邊 一個人跑 當然他也不忍心的 他的家人去受苦了 但一個人去如何是好 絕對的孤獨 他真的沒辦法承受下去 所以我們說這種感覺 跟燕姬倒是不一樣的 燕姬倒不管他家道中的 還有朋友去幫助他 還有個舞女整天跟他交戲與功 秦少爺拿來這種享受 都沒有 只能在面對是這樣的 好 齊窩一照做 這種很奇特的禍害 當然是他不能名言對不對 被迫害黨真的緣故 最後飄零至於是 就被扁到這個地方來了 要回去 怎麼回得去 現在自己家裡面的小孩子很小 若故未看事 小孩子還沒成長呢 眾人以後我死在南方 化為骸骨 能夠運回我的故土去嗎 好像都沒辦法 你看寫起來是非常的悲痛的 我們要了解 這個當然是後來的那種心情 黨這種情緒一直潛伏著的 那是他的一個處境 那這個是每個人的感受 蘇東坡 黃天堅都是在被扁 扁得很遠 但還不至於一切 東坡還跟你說 你就算什麼我還到海蘭島去了 你才五十幾歲 我六十幾歲 比你還老了 但東坡還是過得滑好的 但東坡畢竟還有一個小兒子陪著他去 而東坡還有家人的娟嚴 他老實的有個想法 他的海蘭島可以活下去 為什麼他覺得他的孫子很出色 子孫也很出色 他跟他們有個承諾一樣 一直跟他們寫信 我終要回來跟你們見面 我就活著回去 你不認為被貶貫 為了證明自己的終結 眾人死都不足惜 不是這樣的 為了因為愛 你要活著回去 那是另外一種精神的 但秦少爺根本放棄了自己 覺得已經不可能了 所以帶著一種必死的一種想法 當然就很難振作 而東坡終然六十幾歲 還帶著我必然活著回來的一種心願 那兩個態度就完全不同了 對不對 那是因為完全是慈人的心情 東坡都是詩人的理性的疏導 盼然有別 那下面我們再看看 秦少爺這樣的詞人 走出了出來的詞境 會是怎麼樣的一種狀態的 那下面我們先看一首 他的長調 滿平方 因為他寫出這首詞之後 有些沙漠為雲 人都很成長 以這句就給他一個雅號的 他覺得真的寫得很好 而且不能夠把外在的景 跟心情做個結合 這首也寫了一種 跟歌旅遠別的詞篇 一種厭情詞 當時也多少寫到 他的身世之感的其中 他寫一堂對往事的罪業 離別之後的一種 流落江湖的一種悲嘆 那種滿庭方 我們看這個作品 沙漠為雲天年衰草 化絕生斷橋門 暫停征兆 留共引離尊 多少蓬來就失 空回首 煙矮紛紛 霞陽外 寒鴨萬點 流水 繞固存 銷魂 當此季香囊暗解 裸袋清芬 蔓淫得 輕柔薄信名存 此去何時見也 金秀上空熱提衡 傷情處 高層萬段 燈火已黃昏 你看他的詞 詞金的表達 真的跟前代演技到不同 一讀讀就知道了 整個語調不同的 他是很哀怨的 而且蠻會設計那種外在的景色 隨著心情的一種徘徊變化 有不同的色澤 一個渲染 我們剛才說了 秦少佑最喜歡的是什麼 所以寫 預落黃昏的景色 人在江湖上 有家歸不得的無賴 所以他一種比較昏黃暗淡的色澤 流動他的心境 永遠離開汴京之後 完全沒有光彩的 不置業的 一種冷冷的感覺 他就只有這種感覺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 起碼燕姬倒是富家公寺出身 他寫到這 年年末上深秋草 日日流中到夕陽 那譽據很壯闊的 對不對 這個壯的一種悲壯 起碼還是很撼動人心 但是請稍理看看他的景色 一開篇就不一樣了 年年捏捏的 他說 沙摩為雲 天年衰草 那離愁好像跟天地之間都密合起來 你根本舒展不開來的 只要一看都緊 就一起引起這種哀怨 好像天地跟我同輩的 整個融合在一起的 那你如何能夠逃遁呢 你根本沒有個歸宿 沒有跟高遠的意義 讓你安放你的心情 他步上蘇隆波 會抬頭看到月亮 把自己眾生在宇宙之中 響入飛飛 對不對 還可以我欲乘風歸去 行照從來沒想過往天空飛過 一直掉在海裡面 最後淹死為止 等一下你就看到了 都是這樣的情景 但是一直沉上沉上 就覺得好沉重好沉重 就振作不起來了 你看一看一篇 那兩個動詞或者行動詞 就知道了 沙摩為雲 好吧 遠遠的沙沙摩 然後呢好像抹上一層 很清淡的雲霞 一個雲霞 添抹 很濃稠 他的畫面 剛才我們看到燕姬道 還是有點山水化的味道 到了燕姬道 到了秦少游的時候 好像是一個很深刻的油畫 那個質感很綿稠的 他流動他的心黏在一起 舒淡不開的 你看用詞用語的看不出來 後面的意境都一樣的 你看讀幾首都看到 他的心境跟外景非常的密合 很鬱解難解 好了 這裡怎麼 東部絕對不用這樣的形容詞的 怎麼這樣呢 對不對 山抹圍雲 好像塗上抹上一個圍雲 我們說圍雲飄蕩 那就算了慢慢地散開了 偏偏不是抹上去就散不開了 一托東西都塗上去了 怎麼能夠散開呢對不對 那是濃稠的 而下面呢天年衰草 無邊的枯草呢 好山呢跟天呢 連接著一直蔓延過去 天地一色都是年年的濃稠一點 你可以說他表達什麼呢 當然是用離愁 那離愁呢 這個離愁呢是非常的纏綿 憂怨 眼前的景都是讓他無法逃遁的 都觸動他的內在的情懷 所以用抹 用蓮來形容的 好了 不過這兩句後面再加一個東西 還增加這種哀傷的一種愁緒 在哪裡 化覺升斷橋門 偏偏去了一個比較邊緣的地方 對不對 有人說這首詞寫在 他去了洛陽什麼地方 有個遊戲一說了 他從南方去了洛陽去 不過遊戲 這樣時間很難做考證 因為也很難說清楚 好 在這樣的時間 突然他真的一個聲賴出來 化覺就是有雕刻畫紋的號角 本來以前的號角用皮革做成的 向外面加一些彩繪 然後吹奏起來很污液 淒涼的聲賴 在哪裡聽到啊 就在橋門 橋門呢 以前就在一個竹羽 在城牆上面 下面是門 上面是樓 對不對 上面可以給人休息 遠望的 下面是城門 這種樓就叫做橋門 可能他真的去到比較邊界的地方 所以在遠處就聽到這種啊 從美麗的有彩繪的號角裡面 傳來的 悠遠的聲賴 我們說 秦少爺蠻會撲染這種哀愁的 因為他會呢 他不只是眼前的顏色 但是還從聲音裡面傳達到這樣的悲情 讓你無所逃遁 你想眼睛不看嗎 耳朵也悟不起來 還是聽到 化覺聲調 聲斷橋門 這種手法慢慢呢 我們說 先以警言情 慢慢的緊隨情轉的方式 就成為一個格套 一直影響到後來的周邦彥的 從這裡開始 前面的彥氣刀 一直維持的 還是用小令短篇如虛一片來寫 篇幅的創作 但到秦少爺開始 長調的逐漸增加了 這也是長調比較長篇的 因此他需要鋪排 需要鋪張養立 透過很多的歪在的景色 來磨離內在的情緒 好 在這樣的情形下 真的 也不想遠去了 尤其遇落黃昏這時 他說要暫停徵兆 就暫時把遠行的船 就停靠下來 照本來是船長 遠征的船長 代表一個真船 一個遠去的船 看來他是坐船走的 在水路走去 可以看到天邊的 那種雲密布的一個樣子 好 他就在這邊 暫時停止他的船靠邊了 一舟薄焰竹 欲目客丑星 對不對 翁浩然都寫過這樣的作品 同樣的情形 在這裡面他說要 聊共飲離著尊 聊著姑且 姑且就 那個飲 飲有延伸延長的意思 飲酒或者飲瓶 就代表連續的喝酒 飲有延長 不止一杯酒 飲離著一直拖延蔓延 當然飲身為酒持續不斷地去喝這邊的離別的酒 以離醉 心情煩悶了 也不想往前去了 而且悶悶不熱 只能姑且喝幾杯酒 來疏解自己的離愁罷 對不對 但是一邊喝一邊就把我們帶到椅子的情進去 他說多少蓬來就食 空回首 焉愛紛紛 燕七道對過去的記憶 他好像永生難忘 叫我們看到他眼前的景回到過去 是清清楚楚的 但是秦少游一語帶過 所以他不堪回首 不想再把他寫得那麼生氣 越寫那麼生氣就越難過 所以用一句話把他帶過 但是他比喻得很好的 天差地別 他說多少蓬來就是 那蓬來閣 當然有個說法 因為他後面著節有寫的 蓬來閣在江南的紹興 他曾經住過這個地方 那是他年輕時候滿好的一段歲月 有人就跟他在那邊聊天 住得非常的舒適 但是有些詞不一定是考證 這就是蓬來閣的 那蓬來就是神仙的三個仙道之一 有人認為東海有三個仙道 一個是蓬來 一個是方丈 一個是營州 對不對 那蓬來是最重要 因為蓬來往往是 是仙人儲藏他們的經典之所在 所以後來的引申為了 朝廷裡面的一個圖書室 秘書處都會有蓬來供 那這裡面我們顧論在字面上都是 我曾經有過如宅在天上生活的美好的 住在那裡面 這也是他心裡的認定 曾經有朋友住在那個 但是不肯回首 現在從天上丟到房間了 通常這些已經成為往事了 那眼前是什麼呢 那空回首 突然回首一望 但是已經秒不可循了 其實看到眼前是什麼 煙矮紛紛 剛才是號角聲已經告訴了 現在有正在這種色澤了 煙與黃昏的一種暗淡的一種色澤 就鋪在江面上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種什麼 風流雲山的寓意在的 往事如煙 這是眼前景 有時對這個事情的 過去變化的一個跡象 做了這個象徵的隱喻的處理 對不對 它是一語相關的 眼前煙矮紛紛 遇漏黃昏 當然難怪又停下來不能遠去了 因為船不可能在煙矮中 再往前走 太危險 但一方面用煙矮紛紛 也形容往事如煙 風流雲山的悲哀 當你離開天堂 離開風流雲山的時候 人間就是那片一片暗淡 萬無無地的 人生菩薩的最後飄檔何處 好 最後它眼前還有增加的景 在這個時候遮陽外 在遮陽遮照的遠處看到什麼 寒鴨萬點 流水繞古村 其實滿會遮照景的 因為我們登山林遠看到這樣 剛才燕記都不會這樣寫的 但是行銷也都不一樣了 好了 太陽下山了 燕還有昏昏看到遠處的山 這個時候烏鴉已經慢慢 眷飛歸巢了對不對 而且他很喜歡那種烏鴉的景色 才產生這種更悲涼的感覺 在野外一種眾生其見的一種 孤寂無賴的感嘆 連烏鴉都有歸出了 人在哪裡呢 而且流水繞孤圈 能淩落的村落 還有流水圍繞著 有一種自成相識的感覺 但畢竟這個不是我的家 畢竟是個過客 不是歸人 停在這裡面 我們只能在那邊哀嘆 完全沒有一種生命歸屬之感的 在這裡面他突然想起 習慾離別當下的情境 誰要你跟他離開 一離開之後你就回不去了 他說銷魂 令人黯然神上 魂都離散在外 神不守勢的感覺 以前中國人認為我們內在有個魂 魂走在心裡面 如果心魂相守 那是最美好的生活狀態 生命狀態 但那個魂有一時候你守不住的 有幾個狀況 魂會飄散 一個就是悲傷過度 失去理性了 魂就守不住了 失魂落魄 對不對 魂就離開 這叫消魂 為什麼 消散了 魂離開你的體魄 一個就是喝醉酒了 魂就不知道飄到哪裡去了 神魂顛倒了 顛山倒死了 那個魂守不住 而且酒精作用 那個魂根本都亂掉 亂性 再來可能生病了 生重病了 你的理智也悅知不了 生理的狀態也沒辦法很穩當守著魂 人的可能整個是貪在那邊 不曉得如何是好 還有一個是做夢 夢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處於一個很安靜的狀態 接著夢呢 那個魂就被釋放出來了 這叫做夢魂 但這個魂是有知覺的 我們為什麼有夢境呢 因為那個魂離開我們的躯體之後 它飄散在外 它把它所感所見所知的 再回到我們的心裡面 我們就有個夢境出現了 是個魂幫我們看到 體會到的 在這個情形下 欲有所思 欲有所夢很重要 為什麼 魂是飄散在外 是萬無無地的 然後我們的夢呢 都沒有一個定準的 隨時有一個夢來 或許不連貫 因為魂就飄來飄去 但是為什麼最後你夢到你 一直夢到某個人某個地方呢 關鍵就是你交思目想 那個情感就會把你的魂 就有一個方向感了 對不對 把你導引到一個地方去 魂就會把這個東西射回來 然後投射在你心中 就出現那個人 那件事 那件物了 但關鍵就是 對方有沒有同時釋放魂跟你相遇 如果他忘掉你了 而且你用情不夠 呼喚不了他的魂 你還是夢不見他 如果你現在夢不到你的心愛的人的話 一個怪你自己 朝思目想還不夠深 那個情感的呼喚力度不夠 那個頻率不夠強 對方接受不到 再來對方忘掉你的 關機了 封鎖他的頻道了 你就無法找到他了 也許他的魂被妖魔鬼怪 纏住就出不來對不對 有很多因素 所以能夠夢見你的故人 夢到以前的地方是好事 證明了彼此沒有忘懷 那是最快樂的事情 好 這些消魂是什麼 離別愛上魂就消散了 是另外一種這種狀態 消魂之後呢 他說 極簡單的 當慈祭在慈祭的那個時候 是怎麼樣情形呢 他把我們回到以前離別當下的有蠢 我們也是難分難捨的 他說在香蘭暗節 裸帶清分 以前男男女女都有的 有些男生也會配一種香蘭 然後他男子就把所配之物 把它解下來送給對方 作為一個定情之物 讓對方能夠獨物私人 而對方也輕輕把他的裸帶 把它解下來也交給我 彼此都有個信物了 以後可以獨物私人 但是問題是不留這個折疑 留到更大的無賴 最後呢 上禮拜的那樣的最孝小的 何必裸帶清分呢 男生與男生當然也不會這樣的 揮手自知去 小小半馬鳴對不對 就走了嘛 揮揮手就離開了 任由馬怎麼叫 我們就不為所動 算了 用馬來悲鳴 不要自己愛上 但詞不是這樣的 很多的難分難解 誰要你留情 好 這樣就離開了 他說慢贏得 突然得到什麼呢 贏得什麼 輕柔薄性名稱 連愛情都守不住 本來愛情是單純自然的東西 但如果人無法保住愛情 代表了生命的空虛無賴 你掌握不了真正的一切 那這裡換來得到是什麼呢 只留在一個 輕柔下的薄性名稱 人家都會怨怪我的 你沒有辦法珍惜你眼前人 那以後你說什麼承諾 理想更是虛談 所以他說換來就是得到這個名稱 自己的信念 也有一種懲恨 好像自己真的是很不應該的 但是畢竟你還是不曉得什麼緣故 你還是要遠離他 就這樣帶一種愧 愧恨 一種無賴的心情 你眼前世界當然就不一樣的 就問了 此去何時見也 一離去之後 你知道終生難餘 而且前路也茫茫 回不成 去不了 那怎麼辦 就徘徊在人生的旅途中 它是經驟上空日體恨 因為見不了了 所以他說只能不能見面 使得突然使得衣襟上面 沾滿了點點的淚痕 只能終於用淚水來書寫 這份悲涼的情意 有了這個心情 眼前世界當然不一樣的 它是傷情處 高層望斷 燈火已黃昏 那最傷心什麼地方呢 就是你這個時候回望高大的京城 那個以前高樓所在的地方 它已經逐漸的隱沒在黃昏的燈火之中 那個地方 當然你未必看到是想望的 但是離開之後 你就回不掉以前曾經住過的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充滿一種燈火 黃昏的 暗淡的色澤 這就是我的心情的投射 這就是娓娓道來 虛勢的效果非常好的 把過去現在的感覺容情入境了 做了這樣的處理 我講這些詞詞 我希望還是從作品本身去看一些問題 去體會裡面的詞情 去分析裡面的一些形式效果 所以盡量我不希望太多的本事之說 做附會 因為這會很聊我們的文學閱讀的 我們以為有個故事很精彩 作品就很偉大 很動人 往往都是因為外在的緣故 那既然我們就很難回到文學的 文學的藝術性裡面去 本身去對待它 文學作品是偉大於否 跟外在的故事是 並不那麼相關 不能因為說它是家國之士 那是最偉大的 我們以這樣去論述下去 不得了了 我們就以題材決定論 好像寫男女之情都是微不足道 不是這樣看待的 《菜頭縫縫》是一種還不錯的詞 我只能說還不錯 還不至於跟其他唐宋的詞比較起來 我是覺得還不是很好 但是因為它的故事 寫路由了那一種情懷 大家就覺得很動人 我們就把太多的外在的 一些故事的內容就加上去 閱讀的時候 我們不自覺的 西山被故事本身感動 而不是詞本身的 我們讀文學要學會的時候 以後直接有本領去面對 語言文字的這個藝術層面 所以這些我只能教他一個 簡單的背景就好了 我不需要一一去對照他 尤其詞基本上不大會直接 觀色眼前生活的經驗面的 他會把它變成一種感覺 一種氛圍 一種氛圍 一種心情去鋪斜 所以終然是後來你讀到 蘇隆波也好 辛加宣也好 有些跟政治之間的紛爭 或者家國之士等等 西山的作品本身 他沒有直接去言說的 他自己變成一種 好像人對女孩子的思念 對花朵的單力 代表一種對愛情 或者理想的一種珍惜而已 並不會還原為事況本身 這個是我們讀世紀 有注意的一個方向 那下面呢 我帶大家看看 《秦朝有詞》被貶之後 那所反映出來的一種心情 我倒過來先看第三首 因為《秦朝有詞》的話 應該是先是77歲左右寫的 這首《千秋歲》 才有後面49歲的他說詞 我們先讀第三首 再讀第二首 這兩首詞 大家被譽為 秦朝有詞 如何從欺望變欺利的代表作 因為他越貶就越偏僻的地方 心情越來越鬱悶 這個時秦朝有被貶官 現在來到還好的 還不止很遠 就在楚州現在的浙江省 我們現在都讀《利水》 《利水縣》 對不對 後面也讀了《利水縣》 這個音地方在這個地理名稱 正讀應該不是讀《利水》的 讀《里水》 《里水縣》 如果你問當地人 他告訴你不讀《利水》 不過我們的《利水》街 對不對 《利水》就習非為世了 是這樣的 其實應該是正常的 也是《里水》 《里水縣》 那不過來到楚州 當的是一個 兼九歲的一個小官 那已經被貶官有罪在身體 不能說被貶官要辭職的 不行 你還是戴罪 看朝廷什麼時候赦免你 才有當你恢復了正常的職務 你才能夠輕易延退 那九歲以前是延九磚賣的 所以就養這些人去地方 雖說稅務這樣而已 但是微不足道很低微的官職 對秦少爺來說 還不如想像蘇東坡等人的 所謂的大財小用 但對他來說真的是很不習慣 他老是忘不了之前的 在汴京跟蘇大人的種種生活 所以這個詞就在這樣的一個情景之下 對照出了一種驚喜的情感出來 你看他怎麼寫 他說水邊沙外 成郭春寒退 花影亂 陰深碎 飄臨書九斬 離別寬一帶 人不見 避於木河空相對 一席西池慧 冤入銅非蓋 西手處驚誰在 玉邊清夢斷 敬禮朱延改 春去也 飛鴻萬點 愁如海 我不曉得他愁有多深 但他主觀認定他真的很深 深的自己在征止 玉拔不能 而且永遠是沉溺在其中 幾乎被淹沒掉了 那麼想想 李厚子亡國之時 文君能有幾多愁 恰是一丈春水向東流 我們能體會嗎 國破家亡 所謂帝王 帝王落浪為一個俘虜 有這樣的悲仇 我們可以體會 但秦少游呢 小小貶官而已啦 還飛鴻萬點愁如海 你看得出他的心情 這是他主觀的認知 但整首字寫起來是滿悲傷的 這首說秦少游的詞裡面 有一種直信 人說愁 他的愁是天生還有後天的結合 龍的完全化不開 好 我們說詞 我們跟著作者 他帶我們到他的情境當中 感受他的感受 他說 這個楚州開信水邊 所以他有一天就在南原的地方 春末之時去遊玩 他說水邊沙外城郭 春寒退 這指出在楚州的南原 是在水邊 在一片沙灘的外邊 就是水邊沙外 我們跟著他這趟游離的 走到外城去 城郭 這裡是楚州城 外城的地方 以前城郭有分的 內城叫城 外城叫郭 證明他離開內城的外城去 叫郭的地方去 就靠近水邊了 那城郭呢 春寒退 原來春天的寒夜 已經慢慢慢慢都退結了 不是很好嗎 天氣比較穩了 然後比較暖和了 春暖花開 應該是出來遊春賞花的時節 應該帶著一種美好愉悅的心情的 但秦少爺其實是什麼 一轉過來說 花影亂 陰生碎 花影亂不亂 當然是有不同的看法 但對他來說 這些滿地的繁花 影子繞亂不堪 他根本無心賞花 出來就是悲怨 好啦 本來以為離開辦公的地方 去遊春 可以舒放心情的 沒想到不看自己 看著花 他的影子是凌亂的 而陰生呢 滿耳聽到的黃陰鳥的叫聲 應該是很熱的嘛 但是他卻覺得很細碎 繁雜而死碎 所以也有紛紜眾多的樣子 但是一生一生的 都是這樣的 令人很心煩的 細碎的 紛紮的聲賴 影語不是完全客觀的表情 有它主觀的 嫌疑的投射 當然你說 其實我們講過 一些情語 這些情語 都是心情的一個縮影嘛 好 做幾條 二話不說了 不要跟你們看風景了 我也無心放風景 請你關心一下我吧 它是什麼情形啊 飄零 一個點出那個主題來了 飄零 書九斬 離別 寬一帶 他把那個因果寫得很清楚 為什麼 汴京這個時候春天美好 才一兩年前在汴京的話 這種春天對我們來說就是遊山玩水啊 寫詩畫畫的喝酒的美好時節 但現在不曉得為什麼來到楚州一個地方 楚州的春天雖然美好啊 但是我飄零 什麼飄零呢 就是我被扁官淪落到這一邊 好像一個花朵一樣隨風飄蕩 飄零 聲勢的無所意思 好 因為飄零 我就書九斬 我從此就書遠了酒杯 因為不會再有人跟我喝酒上花了 因為他就是那麼自閉的 花酒學跟好朋友喝 朋友不在身邊了 我就不喝酒 算了 他就這樣的一種酒精 一個死胡同的一種心情 飄零 書九斬 試念 不吃飯 對不對 這是很極端的一種表現 飄零了 你不來看我 我只能喝酒了 但詞也會寫給他的朋友看了 人家也沒有父 你怪也怪朝廷嘛 對不對 但是你這樣的話 人家想同情你都很難 畢竟大家 人家也不是好過的 東坡 黃庭間 周庭朋友通通都被扁官 比如到更遠的地方去 你還書九斬 黃庭間還在長江邊喝酒去了 還在鬼門關前 不斷地喝酒去鬧事 你還在這邊書九斬 還呢 下面更進步說了 離別寬一帶 以前劉勇說 一帶見寬終不悔 唯一消德人 因為真的有個愛的人 對不對 那你真的茶飯不適也罷了 你自己其實 跟那個離別 是跟那些好朋友離別 或者離別 以前變金的美好生活 就這樣而已 就寬一帶 整個人就消瘦不已了 憔悴不堪 衣服上的腰帶越來越寬鬆了 當然用外在去反映他的內在心情 當然他強調前面那兩個字 飄零與離別 他最在乎的一個 他一生就是無法忍受 還再次被飄零 身不由己的感嘆 還有了跟你的最好的朋友 不斷地遠離 跟家人的離別 也一樣的 好 整個心情掉入這個谷底之後呢 他看到的世界都是充滿了負面的色澤 他說人不見 確定了 沒辦法看到故人了 離開之後 就從此不能再重逢 他很多的 立刻斷定的語句了 否定的語句了 人不見 我們看這個詞人裡面呢 剛開始的一些詞 眼前還一切的平常了 以後慢慢出了很多疑問句 最後就否定了 秦少游的否定句 從中晚年以後特別的多 人不見 看不到人了 中人眼前 避雲目合空相對 雲也有到 當晚的時候還龍聚在一起 但人為什麼不像雲一樣呢 對不對 看到雲應該期待 有人來了 但偏偏雲很傷和 人卻不回來 更正在一種無奈的 一種悲傷感嘆 所以他這麼無法去自處了 因為白天也這樣 傍晚也這樣 看到雲的聚合 我們應該有所期待 雲分散了也會聚合 人何嘆沒有這種期待呢 偏偏他不如是 看到這樣跟對照出自己的人不見的悲哀 好 為什麼有這樣的悲情 因為有一個忘不了的過去 他把那個點就設定在過去的 一個美好的歲月 也是他一生最瘋狂的歲月 就在汴京那幾年的工作的時間 他說 一時以西池會 淵入銅飛蓋 我們帶到以前汴京的 一種美好繁華的歲月去 以前是什麼呢 那時候你看看這西池一種聚會 西池我就不到解釋了 以前有說在開封的有個精明池 有稱為西池 但有人說引申起來 可能不僅西池 因為在以蘇東坡為首的 王生駙馬的 曾經聚辦過在朝廷 在汴京的很多活動 他們呢 這個地方 有些時候會用到 都稱為西元 在中國繪畫史上 有個很重要的主題 是西元雅集 走了畫蘇東坡跟駱馬爺 還有黃庭堅等蘇門四學師 相聚的一個畫面 西元雅集 成文人雅師最憧憬的 文人相遇的美麗的場景 那西池當然也包括這種記憶的 不只西池一個精明池 還包括這樣的西元雅集的事情 你看多美好 後來從元明清以來 好段畫這幅畫的 看到人家多嚮往這個情景 秦少爺有這個情景 他曾經真的在那邊出路過 那時候人出路了什麼呢 苑鹿同飛蓋 苑跟鹿都是兩種鳥 據說這兩種鳥 飛行的時候很有秩序 這裡當然就代表了 那些大臣在下班的時候 在西池宴會的時候 他們一起去參加西池宴會 每個人在馬車上面 與同願怒一樣的排列次序 竟然有序 一步車就一步車去了 銅飛蓋 蓋就是車蓋 那馬車落一步去 一步一步一步去 去車水馬龍 去參加這樣的生會 這個對他來說 真的是無限光榮的一件事情 中央他的觀察不高 但是覺得他好嚮往這樣的情境 鴛入銅飛蓋 穿那些銅 但現在如果一步銅就一離開 哇 那就不一樣了 但是西守處今何在 我們曾經西守銅行的 現在在哪裡呢 人各在不同的地方 當然這裡面當然有政治的事況 隱含在其中了 這種黨征迫害使得蘇隆坡等人 每個都被扁到不同的地方去 能不能重回故地呢 真的已經很難預料了 經不如洗 以前王岸石矩陣的時候 還有一點談道理 但是到了後面的一些 新黨人矩陣 他們完全是公報私仇 不理是非的 他們已經經濟肚明了 已經不可能重回這個地方去 意思就是說 理想為國家做事的理想 隨著這樣的一種時空變化 已經難以實踐 不是人不見 連理想都完全被摧毀掉了 所以下面就說了 欲編清夢斷 盡理朱延改 你看就提到時間的壓力來了 對不對 時間壓力越沉重 整個人就難以逃脫了 好 一個是欲編清夢斷 這裡也是一個典故的 相傳呢 也會叫欲編的人物 後面的注解應該有談到 那欲編呢 在還沒遇到成湯 商湯之前 他有一次就做夢 夢到自己呢 就駕車 一個飛車 經過日月的旁邊 後來呢 當他醒過來之後 那不久呢 易編呢 就得到湯的一個照見賞識 從而呢 扶住成湯 承受了他的事業 實踐他的用事的心意 所以欲編 如果你做夢 夢到要著太陽走 就代表你啊 可能就太陽 就在皇帝身邊做事 可以時間自己 從真的理想的 但是呢 他認為是欲編清夢斷 那個美好的夢境已經破滅 我不可能重回朝廷 為國家做事 因為完全是否定的 完全絕望 實際上你看歐陽 其他的歐陽書 他們被貶光輸入 他們還有一種 知己不可為有的精神 還堅持把地方的事物做好 準備有機會重回朝廷 但呢 秦少爺不是 他完全在否定的方式 欲編清夢是斷的 而自己呢 就在這樣的理想落空就 更感到時間的無從壓力了 靜裡朱顏蓋 南靜自連 對著靜子呢 只能一邊看著 看到自己永遠 一天一天的衰老 一天一天的憔悴 對 因此在靜裡朱顏蓋的情形下呢 這個理想欲編的清夢更加是難以實現 更真的完全沒有希望 一推到這個時候 人真的如何自處 難怪有後面說了 春去也 那個春已經不是眼前的春 春天還是花淫亂陰生碎對不對 春天西山依然在面前 但對他來說 他人生的春天 如同剛才他想像起來 已經人生不可能有春天的機會 春天的美好了 春天已經化為落化 隨水而去 春去也 這個春代表他 他對整個人生的一個希望的落空 一種很悲憤的一種說詞 好了 春去也 三個字 走非常絕望的把它提出來 去到哪裡啊 為什麼知道春去也呢 去到的時候呢 根本不可能成為人間的一種落空感 為什麼呢 你看看了 化為飛鴻之後呢 飛鴻萬點醜如海 你看他的眼前還不是這個景象的 我不曉得 一些他的朋友啊 官員跟著他去遊村的時候什麼心情 你看他是這樣的 飛鴻萬點醜如海 那我們怎麼辦 跟著你被淹沒嗎 對不對 對他來說 他的仇怨他認為就是最深 因為我的理想完全隨春而去 因為春天就代表人生的理想 青春歲月美好的一切 化為落花之後 花就是春之所在 最後精神的代表 如果化為飛鴻的話 很淒美啊 但是也悲涼不已的 怎麼醜如海呢 就是他的醜願 有種花的凋零 飄到水裡面 留也留不住 最後呢 我的哀愁上海啊 依然的深 海一樣的廣 而且海一樣的沒有邊際 他怎麼辦 他的生命就只有醜了 完全是把他淹沒掉的 日清西洋 我們說這種 淒厲 真的他不曉得怎麼辦 這樣的被扁官 那個扁官也不是很淒涼 蘇洛摩被扁到黃州怎麼辦 你現在還要酒喝啊 你賣酒的 收酒睡的 而且呢 里水這個地方 風光也蠻美美的 在浙江這一代 紹興這一代 不是很好嗎 而且跟朋友也很容易見面 但是他還是掉落這種 醜願的 悲憂的醜成當中 真的難以自證 好 這個還在楚州啊 到後面那首他說時呢 就更加的悲涼了 但是寫到 跟著哀怨的 不移的一個詞篇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被扁到 第二次啊 由英偉啊 收那個石鹿啊 也來一些麻煩 就被扁到 撐州去了 在湖南的撐州 這次不讀崩啊 不讀兵 讀撐 在湖南的撐州 這首啊 真的是他的代表作 蠻能夠擁緊入情啊 寫得非常的動人的 那我們看看這個作品 那蘇東坡等人啊 都很喜歡引用啊 他這樣的歌詞 比如剛才那首千秋歲啊 就 因為 之後陳孝有 再過幾年就去世了 千秋歲呢 尤其大家想起這首 《水邊上位》 《飛鴻萬點愁於海》的 都覺得 每每在讀起他的詞 想起他生前的種種 令人悲傷不已 千秋歲還有另外的故事的 自從秦孝有去世之後 包括了他的好朋友 黃庭堅啊 他的老師蘇東坡 還有一些朋友 像曹月之等等的 他們呢都 相繼都填了千秋歲這個詞牌 好了千秋歲呢 就慢慢成為一個呢 不是隨便用的一個歌 一個詞調的 有他確定的一個命題 就是是什麼 是一種悼念的一個作品 以悼念情少爲做一個組織的 因為其他詞去之後 大家都很想到他那種悲憂的情懷 哀傷不已 紛紛都把千秋歲拿來做一個詞調 來歌用的 他有他的針對性的 我記得清代的 在筆記小說的記載 清代有個年輕人 他結婚了 他老丈人生育 老丈人也是人師填詞的 他想到千秋歲 應該是祝福人長命百歲的 他真的填個詞送給他老丈人 然後就打開一看千秋歲 就立刻藏起情少爺 飛鴻萬點頭又還不得了了 就大罵他了 你要是祝福我還是去舉咒我 但由此一說 這個詞就引起了很多的迴響 所以你不只這個詞本身 實際上因為真的 他寫得非常的哀傷動人 尤其他的好朋友 如果你是他的至親好友 讀到這個詞 跟你現在讀的是不一樣的 這個人怎麼活下去 好像一個絕命書一樣 他真的已經難以自救 所以難怪引起那麼多的公民 好了 沒想到作品還沒有 後面還有這樣的作品 就是《踏縮行》 怎麼寫 他說 勿施樓台 月迷京度 桃園望斷無尋處 可看孤管碧春寒 杜鹃生里霞陽目 一季梅花 漁傳此術 棄成此恨無從術 趁將性子要趁山 為誰留下肖香去 人生真的到最後只能問天地了 人生很多事情解決不了 為什麼天地那麼不仁 明明很多都是天色地合的 但都留不住 敢不不要說是人事的 趁將性子要趁山 不是都叫趁嗎對不對 人家是永遠在一起的 偏偏你無法永遠都圍著他 以我一樣的有這種才華 應該跟諸大人間都在一起的 偏偏為什麼把我們都 每一個都把它編到不同的地方去 這是真的無語問蒼天 你問這個問題來 最後是沒辦法解答的 最後把這個通通都 透過這種外在的景色 做這樣的書寫的 好 我們回到前面去 你看他開篇我們講 剛才還天某為雲 對不對 三某為雲 天年衰草 這裡面也是同樣的一種 很親密的景象的 行走的詞的時候都不開朗的 還沒辦法看到像 驗跡到那樣的比較遼闊 蒼廊 蒼茫的景色 它完全是很濃稠 很自閉的一個 而且越走越必賽 好 你看他開篇怎麼呢 好 來到稱州湖南的地方 先使得物失樓台 月迷京都 樓台本來是給人去登高望遠的 結果生在樓台中 使得大物籠罩 使得樓台也迷失在物中 物有始動用法的 好了 迷蒙的夜色 遮蔽了整個附近的樓台 使得樓台都被遮蔽住 朦朧不清了 你想登高望遠 當然你看不到很遠 你眼前都是欺蒙的一片 那當然像上下都有關係 在朦朧的一個薄霧的籠罩之下 月亮也看不清楚了 月迷京都 京都的碼頭了 碼頭邊 月光也在霧色裡面 也迷蒙不清的 又有明月 燈樓 望遠 疏憂解憤 自然是一個好景色 但偏偏在朦朧之中 月色也是不那麼清亮 好 蒙隆月色就任不清清了 眼前江頭的一個渡口 一切都是完全是沒有方向感的 就迷失在這個世界之中 湖南昌州就在有個說法是 附近有個地方 就是桃花園記 桃園明所寫的桃花園 武林的這所在地 有個地方就在稱州的附近 所以就問一個問題了 好 他說 桃園望斷 無尋處 我們說他好多否定於的 都沒有辦法有肯定的說法 好 我想找一個桃花園 逃到桃園明所謂的理想的世界去 但是我怎麼找得到呢 登高望遠 月光沒有辦法給我明亮的指引 月光也在迷蒙的色澤之中 如何尋找這個方向 更不如說了 你說桃園明有個 說到一個桃花園 桃園也在這附近 但是找得到嗎 找不到 也就是說心靈的歸宿 有所歸 依歸 但是這個地方人間何處尋 尋找不到 人間只在迷茫的旅途裡面 不斷地操弄著 好 無尋處之後 自己回身起來 我現在在哪裡 好 下面就很淒涼 這首詞 過去呢 像蘇東坡等人 就很喜歡下面那一段 尤其最後兩句 清藏甚至要稱山 為誰留下 笑上去 東坡還把它提在上面上裡面 引用的 覺得真的是 但是讀那個詞裡面 就為了清藏人很萬事不已的 為什麼寫得那麼絕望 那麼樣的無奈 對不對 當然都王國人見詞外 他就批評了 蘇東坡這些人呢 當然這些句子也不錯 他認為這首詞最好就是這兩句 可看顧管 碧春寒 渡君勝利 下仰母 也許王國也是各中人吧 或者晚清的時代 那種悲慾自閉的一種心情 那就很不一樣了 為什麼 好他告訴你的情境 可看 可看的是整看的一種 整能忍受的意思 整看 可看的不是可看 是整看 整能看受 整能忍受 怎麼的情形呢 上面一部又告訴你 一個 好 所處這地方是孤管 孤單的旅館 我們剛才說了 剛才演一段吧 他到南方來可能妻兒都不在身邊的 不是孤單嗎 如果還有個小孩子身邊 還有太太身邊 還可以講講話 還不需要那麼鬱悶 但一個人在旅館裡面 而且是帶罪之身 被扁到遠方去 你說怎麼能夠把自己的心情 跟人傾訴呢 好 館是孤館的 孤館呢 如果這個孤館在一個明媚的地方 山明水秀人來人玩的在馬路上 那也好 你把門打開 可以有不同的一種感受 但畢竟它還是什麼 避春寒 就是自己把門關起來 那所感受的是春寒 廖翹春寒 如果這個時候溫暖一點 也許會感受 比如說我們的心情 也會被天氣所影響的 對不對 天氣要比較光亮一點 心情會比較快樂 但突然之間變陰鬱的天氣 我們心情要沉重了 偏偏那個時候廖翹春寒 天氣不穩定 帶一種寒意 自己乾脆就把門關起來 孤館已經更難依然忍受了 如果孤館確實呢 夏天美好的日子 那也算了 偏偏是春寒之時 而且關閉在其中 這是另外一種感受 再來 兩句是同時去哄到這種身處的環境的 所以還聽到什麼 這些都是春寒是身體的肌膚感受的 一種感覺 那你以為關閉起來就很好嗎 沒辦法 你還是逃不出天地的 最後你還要聽到聲音 什麼 聽到什麼呢 杜鵑生理 這個就是時間的壓力了 木春三月 杜鵑鳥不斷地提教 杜鵑鳥的提教令人很哀傷 一方面呢 杜鵑提寫的神話故事 迎來的一種往事 不堪追襲的一種感嘆 那聲音呢 也要深深入耳 你感覺到 木春就在生賴的一個 叫 了叫聲音 分分秒秒的過去 好了 所聽到的是杜鵑生 那所看到什麼 如果白天也罷了 偏偏是狹然木 以前的門窗沒那麼緊閉的 在門縫裡面還是有了 夕陽的余光 射到房間來 射到房間來 你還是無法去躲避眼前的一切 太陽下山的一種氛圍 帶來時間的壓力感 就更加的優勢 而且是一個人孤獨面對 你看它是立體的 春寒 鳥肇生 杀羊木 所見 所聞 所感 都是這樣的情形 能不令人難受嗎 王國一宿認為這兩句 蠻能夠寫出一種很悲慾的情懷 因為它是警鐘有情 所以沒有寫出人生如何的 一種哀傷悲痛 但是如果你身處其中 你就知道那種悲傷的程度 所以前面用兩個字 界定這種感受可憐 他也問讀者 你怎能忍受得了這樣的情境呢 一個人孤獨面對著一切 整個字完全關閉起來 但關閉也罷了 可以跟外面不接觸 偏偏也完全沒辦法關閉 聽到的 看到的 還是見得緊緻 好 這裡是 已經把這個處境說出來的 晚上是如此 白天也是這樣 那人生如何是好 那如果這種孤獨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因為作者是 你可以說是他自己造成的 為什麼呢 他也不是沒有人關心他 中間很遠的地方 大家也來慰問了 你看看他後面怎麼寫 他說一記梅花 魚傳此述 你看一記梅花 就是說他們之間還是有朋友 或者親友 還有書信往訪的 一記梅花用的是陸凱的典故 陸凱來到南方 他就很掛念北方的一個範頁 所以他也將來折了一支梅花 提一首詩送給北方的人 就是所謂的一記梅花 那是朋友之間的互相慰問 實際上我也會偶爾寫寫信給對方 告訴我我來南方的事情 他也不是完全自閉的 有往返的 而魚傳此述 我們有一首古詩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緣》 提到了對不對 《刻從遠方來為我雙鯉魚》 一封加書了 打開原來是一封 遠方人寄來的書信 所以魚傳此述 那麼一種魚 當然我們魚不是真的魚 可以寫一個信送到你那邊來的 在以前我們已經開始會用布來 來寫書信 我想講 你不能說現在的人千言萬語 好像寫一個長篇少說一樣 然後買一批一批 布店買一整批的 一大批布 然後寫完之後 然後要交給郵局 要郵政的人員 幫你砍那封書信到南方去 多辛苦對不對 所以國造有規定 有個格式的 你去找貨店去布店 買一個 一尺一寸建方的布 來這邊書寫吧 以前是一個這樣性質 都叫尺樹 用樹白色的布賣 然後裁成了一尺一寸建方 所以這個稱為尺樹 為什麼魚傳呢 那這樣寫完之後 以前沒有信封嘛 不方便 那比較慎重一點呢 就把那個布把它折起來 就用兩塊小小的一個雜板 把它夾在中間 那如果沒錢就兩個簡單的雜板 夾好就好了 然後前後鑽幾個洞 把繩子綁好 就會叫給人家傳遞書信 對不對 那以後就考舟之後呢 就把這個木板呢 會刻一些花紋 往往用什麼 鯉魚的形狀 一片兩片 就是雙鯉魚的這個意思 魚傳尺樹就是 用魚形的木板 夾這個書信送到遠方的人 這個意思 就魚傳尺樹 那是親人之間的物商慰問 朋友之間也有書信玩法了 好了 這個書信不是這樣很好嗎 一味相似 何來孤獨之有呢 但秦孝柔 他真的太個負面人生了 他說 棄成此恨無從屬 你不寄信給我這一 寄給我信的話 更生出我的離愁怨恨 為什麼 看看誰都預期 原來我收到書信是去年夏天的事情 原來我們隔離那麼久了 對不對 一種個棄是更加悲哀的 棄什麼 棄就是堆砌 對 那就是用磚石把它棄成的東西 好像自己封閉起來 搭一個樓台 每一封信好像一個磚塊一樣 把我困在其中 我出不來 你不寫信給他 一寫去他覺得每封信好像一個磚塊一樣的 好像把那種離恨很巨像的處理了 然後一層一層的氣成此恨就說了 這種恨的積累非常的深重 而且是堅固不可破除的 就可以想見了 好像一塊一個磚頭丟在心裡面 把它包圍起來 我的仇恨就是一封一封信加重起來的 你真的很無賴 你寫信給他幹嘛 正在他的悲傷 他真的無賴 他這種會增加我的離恨 好像就是牢不可破的磚塊一樣 這樣堆積在心頭 情緒有這樣的個性 把他推到自己的自找的對不對 有書信以為像是就是好事嘛 就不會覺得孤管必存他那麼無賴 偏偏受到書信 他更增加他的離恨 而且是如同磚塊一樣 自己活在一個好像堆積的小房間裡面 那當然就永遠都出不來了 好了 他最後就怨嘆起來了 稱江信字要稱山 你看我來到一個被扁到稱江的地方去 這個稱江信字 這個信不是信運 信字的本字 本來就是要的稱山的 好了 不是兩個名稱的相應了嗎 山水相應好好的天色地和 稱山稱江不是很好嗎 兩個就叫稱對不對 但是天地就是這樣了 你不要說人是如此的 稱江也不可能永遠陪伴著稱山的 不曉得所謂何人為誰留下銷香去 所以偏偏無緣無辜 就被送到了銷香的地方去 回到銷香水中去 他也離開他的自己原生的地方了 如果流水都如此了 那人生如何是好 人生原來就是被操弄的宿命 對不對 天地真的不仁了 連稱江都無法跟稱山在一起 那人更不如我 稱山就如此 人生如何能逃脫得了呢 因為我的被愛已經註定了 不可能有附和的一天 離開就回不去了 所以這個詞完全是 完全沒有希望的一種論斷 以前說 唯有長江水無雨東流 那也罷了 以無情的水對照人生的友情 但這更更往生一點 可是大自然就是那麼不仁 連最美好的東西 都無法讓它永遠在一起 那更不如說了 短暫的生命如我們 被時間套職之後 你就無法回到窮前 原來我們就是這樣的 不得自主的 難怪這詞寫難之後 完全是 整首詞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讓它 讓我們看到一種美好的 一種指望的 它的景色 它的鋪排 它所塑造出來的意境 通通都是往內縮 很黯淡 很郁悶 很孤絕 最後呢 完全否定了生命的自主意念 沒有自己的自主主張 我們完全被操弄著的 這是它的生命這種悲劇感 秦少勇就是把這個寫得非常地動人 所以滿能夠把這種 時間相對的美感 推到最極端的一點 秦少勇你可以說是 他是蘇東坡的其中一個學生 你直接讀下去的話 你發現蘇東坡最疼惜的學生 就是秦少勇 也許蘇東坡能夠填詞 他也是很敏銳的讀者 他也覺得秦少勇有他自己的影子在 如果蘇東坡不是他的另外的人生觀 不是有另外的人生治癒 不是他的聰明才是勝過秦少勇 也許他會跟秦少勇 也墮入這種情況當中出不來的 所以他能夠感同身受 對秦少勇不忍則罵 只能很愛玩這樣的生命 這樣的困境 可是他沒 當秦少勇去世之後 他讀到這些踏縮型也好千秋歲 他會不自禁地落淚 東坡很少讀別人的作品流淚的 唯獨就是讀秦少勇的作品 他讀到的不僅秦少勇 還讀到他自己 不會延寂的內在的部分 其實他何其有幸 有美好的家庭 有自己的聰明才是 讓自己有所提升變化 不止於讓秦少勇一樣的 去否定生命的所有意義 這是兩個極端的 我覺得他能夠在這裏面閱讀它 證明它 真的了解它 因為有這份了解 東坡也有一份慈性在 其實他多了一份慈才 慈性把它化解出來 所以不管填詞也好 這份慈性畢竟有的 但不止於走到秦少勇那麼極端 但是對生命的哀嘆 對時光流失的對比感覺 必定有很敏銳的一種覺知 才能有成為慈人的可能 才有動人的一種效果的 好 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 下面我們就 好 進度就可以抓住了 下時間我們走三個鐘頭 就講一個主題 下面我們就看看 在這個發展史上了 好 我們回到之前了 宴書跟歐陽秀 如何奠定好送職的 一種很顯雅的一種風格 一種跌宕的姿態 影響後代的一個發展的狀況 好不好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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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乳酷 請坐下 如果您先坐下 請坐下 先坐下 李 右